上次我们是讲到了树征的前边第一句话 接下来我们现在开始继续读树征这一段 一级贝 凶 一级王 凶 这里的贝是过多的意思 过多 过量 一级 这里的级就是指前边这五种因素当中的一个 也就是说 从雨 到阳 到玉 到寒 到风 其中的一个如果量过多的话 那么就是凶年 这里的凶是指年成不好 叫凶年 一级王 凶 也就是说 这五种元素当中的某一个 如果过少 跟前边不一样了 前边是过多 那如果过少的话 也会带来这个凶年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前边那五种 自然界的因素必须是均衡才可以过多或者过少 就会年成不好 约修征 约素 时与弱 约智 时阳弱 约知 时玉弱 约毛 时寒弱 约胜 时丰弱 这里的约呢 还是说道 修征是指好的征兆 这里的修是指好 征呢 是指征兆 约修征 这句话呢 可以翻译成说道好的征兆 约素 时与弱 这个素呢 是指帝王降向表现的非常肃静 叫素 时与弱 那么雨水就会按时来降下 约智 如果这个帝王能够管好自己的正事 那么太阳就能够按时普照大地 这里的阳呢 是太阳 约智 时玉弱 这个帝王办事如果能够明智的话 那么气候就会按时温暖 约毛 时寒弱 帝王如果能够深毛远绿 那么天气呢 就会按照这个时节 会由温暖转为寒冷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约圣 时风弱 这个圣是指圣明 如果帝王本身非常圣明的话 那么这个风就会按时而至 这几句话里边后边都有一个弱 这个弱呢 它的意思就是只能够顺应 也就是说你前边帝王能够做到素 能够做到智 能够做到知 能够做到毛 那么配合这种帝王的表现 天气就会有相应的这个变化 所以这里的弱呢 可以理解成是顺应 是配合 当然呢 这几句话也可以有另外的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呢 是把这个弱字提到前边来 比如说约素 弱时雨 约智 弱时阳 约知 弱时傲 约毛 弱时寒 约胜 弱时风 如果把这个弱字提到前边来的话 那么这个弱字呢 可以理解成像 那么这个理解或者是翻译呢 跟前边呢 就稍微有点不同了 比如说约素 时雨 弱 如果变成弱时雨 翻译呢 就应该翻译成这个帝王降向 如果表现的非常肃静的话 那么就像时雨降下来 如果这个帝王能够管好正事 就像太阳能够按时普照 如果这个帝王办事明智讲理 就像气候能够按时温暖 如果这个帝王能够身毛远绿 那么就像天气能够按时转寒 如果这个帝王办事圣明 那么就像风能够按时而至 这两种理解和翻译呢 都可以 因为都说得通 这五种呢 刚才正好和前边是相反的 前边说到是好的征兆 那么现在呢 是说到了坏的征兆 这里的约还是说到的意思 旧是坏是凶 正好跟前边那个修是相反的 征呢 还是征兆 所以说约旧征是指说到坏的征兆 约狂 长雨若 说帝王的表现如果非常狂妄的话 那么雨呢 就会下个不停 也就是说 帝王的表现狂妄是雨下个不停的原因 而雨下个不停是帝王表现狂妄的结果 同样的道理 约剑 长阳若 这个帝王办事有差错 这里的剑呢 是指差错 那么日光照射就会过长过强 约书长欲若 如果帝王贪图安乐 气候呢 就会过于温暖 这里的书呢 是指贪图安逸 约极 长寒若 如果帝王执法俊极 俊克 那么气候呢 就会偏寒 约雾长风若 如果帝王的见识就像雾一样昏暗 不明的话 那么自然界就会连日的刮风 也就是前边是原因 后边是结果 跟上边那个五个修征是一样的 那这五个旧征也是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如果按照第二种解释的话 可以这样理解 约旧征 说到坏的征兆 约狂 长雨若 帝王表现狂妄 就像雨下个不停 约剑 长阳若 帝王办事有差错 就像日光照射过长过强 帝王贪图易乐 就像气候过于温暖 帝王执法严克 就像气候偏寒 帝王的见识像雾一样昏暗 就像自然界连日刮风 那这两种解释呢 都是说得通的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王省为岁 清世为月 诗饮为日 这里的省呢 是过诗 王省就是帝王所犯的过错 如果帝王犯过错了 就要影响武者的变化 会有一个年头的时间 为岁 这里的岁呢 就是一个年头 清世为月 清世呢 是指执政大臣 这些执政大臣如果要是有过诗的话 就要影响武者的变化 有一个月的时间 诗饮为日 这里的诗是众多的意思 饮呢 是官 众多普通的官员的过诗 要影响武者的变化 要有一天的时间 岁月日时无异 白骨用成 智用明 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 岁月日时 无异就是没有变化 白骨用成 这里的用是因此 那么这句话呢 可以翻译成 年月日四季 四时呢 是指四季 四季再加上年月日 如果都能够按照正常的这种秩序 循环往复而没有变化的话 那么五谷就会丰收 五谷就会因此丰收 智用明 这里的智呢 是指政治 政治上也会清明 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 俊民呢 是指那些有才能的人 叫俊民 章呢 是通那个彰显的章 俊民用章就是指有才能的人呢 被重用 被彰显 家用平康 这里的家呢 是指国家 国家呢 就会太平安康 平呢 是太平 康是安康 日月岁时极易 白骨用不成 智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 家用不宁 这种情况呢 正好是跟刚才相反的 日月岁时既然已经变换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按照这个正常的顺序来运转了 那么白骨就会因此而没有收成 智用昏不明 那么政治上就会昏暗不明 这里的用呢 还是因此的意思 俊民用微 那些有才能的人就会因此而微暗 所谓的微暗呢 就是没有被得到重用 家用不宁 这个家是指国家 用是指因 国家呢 因此就不得安宁 树民为兴 兴有好风 兴有好雨 树民是指众多的老百姓 树是众多的意思 民是指老百姓 众多的老百姓就像星星一样 兴有好风 兴有好雨 有的星星 也就是有的老百姓喜欢风 有的老百姓喜欢雨 这里呢 是指老百姓 他们的人心各异 各有各的这种喜欢 好呢 是喜欢的意思 日月之行 有东有下 月之从星 则以风雨 日月之行是指这个太阳跟月亮的运行 冬下是各有长度的 叫有冬有夏 有冷有热 月之从星 则以风雨 从表面的意思来理解呢 是指月亮跟着星星走 月亮服从于星的管制 那么就会产生风雨 其实呢 这里边他说的是一种暗含的意思 把这个月呢 是比喻成统治者 而把这个星是比喻成众多的被统治者 也就是那些庶民 那些老百姓 那么按照古人的理解 应该是星从月亮才可以 这些被统治的人要跟着这些统治者的指挥棒去走 那么就会风雨有条 如果这个倒过来月之从星 也就是这些领导者 如果跟着这些老百姓的意见走的话 那就说明政教失常了 统治者呢 围着老百姓转 那等于呢 是顺从了人民的愿望 就会呢 天下大乱 也就是风跟雨就会产生 自然界的种种自然现象呢 也就不会按照前面所讲的 能够按照有秩序的这个规律来运行了 天下呢 有可能就会大乱 五福 一约寿 二约父 三约康宁 四约 优好德 五约考忠命 六级 一约凶短折 二约级 三约忧 四约贫 五约恶 六约弱 这是红范大法当中的最后一项 也就是第九项 叫五福 五福呢 包括下边五种 一约寿 一个是长寿 二约父 第二呢 是父友 三约康宁 康呢 是安康 宁呢 是安宁 四约 优好德 这里的优呢 是尊行 尊守的意思 好德就是美德 要尊行美德 五约考忠命 这里的考是长寿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个长寿考也经常会有这样一种说法 忠命就是善忠 那么第五项的福就是能够长寿 而且得以善忠 与此相反的呢 是六级 这里的级呢 是天灾的意思 六级呢 就是六种天灾 这六种天灾呢 一约胸短折 胸短折呢 放在一起其实都是短命的意思 但是呢 每个字的意思又不一样 根据这个东汉正玄的解释 他认为 这个胸是未趁而死约胸 未冠而死约短 未婚而死约折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衬是换牙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小孩还没有换牙的时候 就死了 这个叫胸 这个小孩还没有变成人的时候 因为古人呢 从这个小孩变成人 他要实行这个成人礼 要给这个小孩呢 戴帽子 所以说叫家贯 也就是呢 这个小孩还没有实行家贯礼 他就死亡了 这个叫短 未婚约折 那么这个孩子呢 虽然已经实行了家贯礼 变成了成人了 但是呢 他还没有结婚 就死了 叫折 所以呢 放在一起叫胸短折 二约急 这里的急呢 是指恶急 是指那种身体 具有能够导致人性命堪忧的那种疾病 类似于现在的那种癌症之类的疾病 三约忧 忧呢 是这个忧愁 四约贫 贫呢 就是贫穷 五约恶 这里的恶呢 是指丑陋 是指相貌丑陋 但是呢 我个人理解 这里边说的恶 并不一定是单指相貌丑陋 有可能是那种天生的残疾 叫恶 最后一种呢 叫弱 弱呢 就是体弱 只不健康 可能这个人呢 他这个病病泱泱的 身体呢 一点都不强健 也有可能是指这个人呢 常年受到某种慢性病的干扰 所以呢 他的身体不健康 这个呢 就叫弱 以上呢 就是姬子对五王 所解释的洪范大法的九种内容 解释起来呢 有点这个繁琐 但是呢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参照书 去看一下 因为这篇文章呢 非常重要 他是直接来自这个尚书洪范这篇文章的 这也是几千年之前的古人 对这个自然界 对人世的一种看法 这里边呢 有些这个看法 还是这个值得现在人学习的 但是呢 有些确实已经过时了 所以说 对洪范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 大家还是应该有条件 有辨别的去吸收才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这个文本啊 于是武王乃封姬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这里的朝鲜呢 就是当时中国古代在先秦的时候 那个一个古国的名字 它的都城呢 在当时叫王显 这个显呢 是威显的显 也就是今天的朝鲜的平壤市 这说明呢 在中国先秦时代 那个朝鲜半岛北边的那个北朝鲜 大部分呢 还都是属于中国来管辖的 而这个周武王呢 就把姬子封在了这个地方 做这个朝鲜国的始封军 而且呢 并没有把姬子当成是大臣来看待 不臣就是没有以之为臣 不把他当成大臣 其后姬子朝周过故殷须 敢公事毁坏 生何属 姬子伤之 欲哭则不可 欲气为其尽夫人 乃作麦秀之师 以歌咏之 其诗曰 麦秀渐渐兮 何属游游 其后呢 是指随后不久 这个姬子呢 既然是被周武王封在了朝鲜 这个地方做始封军 虽然周武王并没有把姬子 把自己当成是大臣 但是作为姬子来说 他有义务到这个周朝去朝见周天子 所以呢 随后不久 这个姬子就从朝鲜 又来到了浩京去朝见当时的周天子 那么他在朝见的过程当中呢 这一路从北方走过来 就经过了已故的那个殷朝的故须 这里的须呢 就是原来殷朝他的首都 这里主要是指那个朝戈 就是今天河南省齐县的那个朝戈镇 经过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伤感宫室毁坏 原来这个殷朝在这个地方做首都的时候 这个宫室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在呢 一个王朝被毁灭了 终结了 那么他的宫室呢 也遭到了这个毁坏 生河蜀 也就是原来建宫室的那些地方 宫室呢 都已经不在了 或者是即便在的话 也都遭到了这个毁坏 同时呢 这些地方还生起了河苗 这个河蜀呢 就是河苗 当然呢 也指青草 这些地方都被青草所覆盖了 鸡子伤之 那么鸡子看到这一切之后呢 他就非常伤感 欲哭则不渴 这里的哭呢 是指放声痛哭 他想放声痛哭 但是呢 却做不到 欲气为其禁夫人 但是呢 他想小声的哭泣 这里的气呢 是指那种小声的哭 或者是那种无声的哭 只见眼泪流下来 但是不见有声音 这个呢 叫气 鸡子呢 也想小声哭 但是呢 又觉得自己的这个行为 实在是不成体统 就像女人一样 这里的禁妇人 禁呢 是像 禁妇人呢 就像女人哭泣那样 自己呢 也做不出来 于是呢 这个鸡子乃做麦秀之师 这里的奶是鱼氏 鱼氏呢 就做了麦秀之师 以歌咏之 歌咏之呢 就是唱 歌咏 就是唱这首诗 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麦秀渐渐兮 何属游游 这里的渐渐呢 是指那个麦子的麦芒 就是那个麦子 前边那个顺 就是那个麦顺呢 它会长那种比较长的 而且有点硬的那种针 那种东西呢 叫麦芒 这个麦芒呢 长的这个形状 它叫渐渐 游游呢 是指和鼠 那个小苗很光很亮 又很绿的那种样子 叫游游 那这句诗呢 可以翻译成 麦芒尖尖啊 和苗绿悠悠 比较童兮 较童呢 是指长相美貌的少年 叫较童 说那个美貌的少年啊 不于我好兮 这里的好呢 是友好 说不跟我好了 这里边所谓的较童 就是那个美貌的少年 就是指咒 也就是商咒王 因民闻之 结为流涕 因民呢 就是指前一个朝代的那些殷朝的老百姓 听说了姬子唱的这个歌之后呢 结为流涕 大家的眼泪呢 全部都流了下来 表示一种对前朝灭亡的那种伤感 武王崩 成王绍 周公诞 代行政当国 管菜一支 乃与武庚作乱 遇袭成王周公 周公集成 成王命 诸武庚 沙管书 放菜书 乃命威子 开代殷后 奉其先寺 做威子之命 以身之 国于宋 威子故能人贤 乃代武庚 故殷之渔民 甚代爱之 武王崩 是指周武王呢 做了没有几年的周天子 然后呢 就驾崩了 他的儿子呢 也就是周成王 年纪太小了 所以他的弟弟周公诞 就代替周成王 行政当国 来执掌这个周王史的政权 而且当国 这个当呢 也是执掌 国呢 就是国政 代替周成王 来执掌国家 管菜一支 这个管呢 就是管书 菜呢 就是菜书 这两个呢 也都是周公诞 和周武王的弟弟 这两个兄弟呢 就怀疑周公诞 用心不良 是不是想窃取这个周成王的江山 于是呢 就和武庚作乱 这个武庚就是指 商周王的儿子武庚陆府 跟他一起呢 就联合起来 开始作乱 想要袭击周成王和周公诞 这段历史呢 我们以前讲过了啊 所以这里就不再解释了 周公集成 成王命 成是奉的意思 周公诞 就奉周成王的命令 来诛杀武庚 杀掉了管书仙 流放了菜书渡 乃命威子 开代殷后 于是呢 就命威子 代替这个殷朝的后代 因为殷朝的后代 武庚陆府呢 已经被这个干掉了 所以说让他来代替这个武庚陆府 继续奉其先寺 奉呢 是继续 先寺呢 就是祖先的祭祀 让威子继续奉行 对殷朝祖先的祭祀 做威子之命以身之 这个威子之命呢 是古文尚书当中的一篇 据说呢 这篇文章是周成王 分封威子的时候 他的那种命令 最后形成文字了 被收在了古文尚书里边 这篇文章里边呢 是申告这个威子 一定要克尽职守 要管束好自己手下的那些臣民 而且要拥戴周王史 但是呢 有历史学家考证 这篇威子之命是伪作 是这个后代的人 仿照周成王的口气 来做的这篇文章 国于宋 重新呢 建立了这个宋国 这样一个诸侯国 让威子呢 做他的始风军 宋国的首都呢 是在商丘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县这个地方 威子 故能人贤 这里的故呢 是本来 威子这个人呢 本来就是很有能力 而且呢 人的德行又很高 又很人贤 因此呢 他才代替了武庚 故因之渔民 所以那些殷朝的老百姓 渔民呢 是指剩下来的那些老百姓 现在已经变成了是周朝的老百姓了 慎代爱之 这里的代爱呢 就是爱戴 很喜欢这个威子 大家都很拥护他 威子开族 立其帝养 视为威仲 威仲族 子宋公吉利 宋公吉族 子丁公申利 丁公申族 子敏公共利 敏公共族 帝阳公西利 阳公吉位 敏公子 赴四 视阳公而自利 曰我当利 视为利公 利公族 子西公举利 威子开 这个开呢 是威子的名字 说威子开死了之后呢 他并没有立自己的儿子呢 当下一代的国君 据说威子开是没有儿子的 也就是他没有后代 因此呢 立其帝养 这个养呢 就是威子开的弟弟 让他做自己下一代的国君 视为威仲 也就是威仲 威仲族 威仲死了之后呢 威仲的儿子宋公吉 这个吉呢 是宋公的名字 他做了宋国的国君 宋公吉死了之后 宋公吉的儿子丁公 名字叫申 做了宋国的国君 丁公申族 他的儿子敏公 名字叫公 他呢 做了宋国的国君 敏公族 敏公呢 死了之后 他的弟弟阳公 名字叫西 做了宋国的国君 阳公即位 那么敏公的儿子 名字叫府四 他呢 杀掉了阳公 而自己呢 当了宋国的国君 而且呢 他对外扬言说 这个国君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视为立公 这个人呢 就是后来的宋立公 立公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西公 名字叫举 做了宋国的国君 西公十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八百四十一年 周立王除奔治 那么周立王呢 因为国人发生了暴动 就跑到了治这个地方 二十八年 西公族 子惠公建立 惠公四年 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 惠公族 子哀公立 哀公元年族 子代公立 二十八年呢 是公元前的八百三十一年 这一年呢 宋西公死了 他的儿子呢 惠公 也就是名字叫建的这个人 他呢 做了宋国的国君 宋惠公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八百二十七年 这一年呢 周宣王即位了 也就是太子静 这个太子静呢 就是周立王的儿子 他呢 做了周天子 嗜好呢 是周宣王 三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八百零一年 惠公族 也就是宋惠公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宋哀公 做了宋国的国君 宋哀公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八百年 他的儿子戴公 做了宋国的国君 戴公二十九年 周幽王为犬戎所杀 秦始列为诸侯 戴公二十九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七十一年 这一年呢 西周的最后一个国王 周幽王被犬戎干掉了 而且在同一年 西边那个诸侯国秦国 开始呢 被周平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 戴公族 子武公司空立 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 生鲁还公 十八年 武公族子宣公立 三十四年呢 是公元前的七百六十六年 这一年呢 宋戴公死了 他的儿子武公 名字叫司空 做了宋国的国君 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 这个宋武公呢 他有一个女儿 最后这个女儿长大了之后呢 嫁给鲁国的国君鲁惠公做夫人 这个鲁惠公呢 就是鲁颖公的爸爸 而且这个鲁惠公跟宋国的这个女儿呢 生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鲁还公 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七百四十八年 宋武公死了 他的儿子宋宣公 名字叫利 做了宋国的国君 宣公有太子羽仪 十九年宣公并 让其帝和 曰 父子子继 凶死帝籍 天下通义也 我其利和 何亦三让而受之 宣公族帝和利 视为穆公 宣公呢 有一个太子 他的名字呢 叫羽仪 十九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二十九年 宋宣公呢 就病了 他呢 想让自己的弟弟叫和的这个人 做自己下一任的国君 而且呢 他说了 说这个父亲死了 儿子来继承 做这个国君 这是正常的 凶死帝籍 凶呢 是哥哥 说哥哥死了 然后呢 这个国君的位置 由弟弟来做 这也是天下的通义 也是可以的 我其利和 我呢 想利你和 也就是利我的弟弟和 来作为这个宋国的下一代的国君 何亦三让而受之 宋宣公的弟弟和 也是让了三四之后 而接受了这个国君的任命 宣公族宋宣公呢 就死掉了他的弟弟和 做了宋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的宋 沐公 沐公九年 并招大司马孔府位约 先君宣公舍太子羽仪 而立我 我不敢忘 我子必立羽仪也 孔府约 群臣皆愿立公子冯 沐公约 吴立冯 武不可以赴宣公 于是沐公使冯出居于正 八月庚臣 穆公族兄宣公子 与一立 视为商工 君子闻之 约宋宣公可谓知人已 立其地已成义 然足其子 富享之 穆公九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二十年 宋穆公也得病了 在临死之前 他招来了大司马 叫孔甫 也就是后来的孔甫家 把大司马孔甫家 叫过来之后 就对孔甫家说了 说先君 也就是宋宣公 舍太子 他放弃了太子羽仪 没有让羽仪做宋国的国君 而立了我 也就是和 来做宋国的国君 那么我现在要死了 我不敢忘记 先君宣公 也就是我的哥哥的遗命 我死了之后 一定要把宋国国君的位置 给先君的儿子 也就是那个羽仪 让他来做下一任的宋国的国君 那么孔甫家就说了 群臣皆愿立公子冯 大家都想立您的儿子公子冯 做下一任的国君 那么宋穆公就回答了 说不要立公子冯 我不能够对我的哥哥宋宣公 有这个背叛的行为 这里的父是指背负 背叛的意思 于是宋穆公 就让自己的儿子公子冯 不要在宋国居住了 你到郑国去居住 就把这个公子冯 赶到了郑国 八月更成的这一天 宋穆公就死了 他的哥哥宋宣公的儿子 就是那个羽仪 做了宋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的宋商公 君子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然后也有了一句评价 他说宋宣公这个人 可谓是非常知人善任 他很了解他自己的兄弟 他把自己的兄弟立起来 做宋国的国君 是保全了这个道义 然而最终 这里的族是最终 最终他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那个公子羽仪 还是又重新享有了 宋国国君的军位 商公元年 魏公子周须 士其君丸自立 遇得诸侯 始告于宋约 逢在政 必为乱 可与我伐之 宋许之 与伐政 至东门而还 二年 正伐宋 以报东门之意 其后 诸侯 述来侵伐 商公元年是公元前的719年 这一年 魏国的公子周须 士其君 士就是杀 把他的国君丸 给杀掉了 这个丸 就是魏国的国君 魏桓公 自立 而自己成为魏国的国君 遇得诸侯 这里边的遇得诸侯 就是想得到诸侯的拥护 始告于宋约 于是魏公子周须 他就派人告诉临近的宋国 说你们宋国有一个公子冯 现在在郑国一定会围乱于宋国的 一定会给你宋国制造麻烦的 可与我伐之 那么我们魏国跟你宋国联合起来 去讨伐郑国 宋国一听 魏国的请求符合自己的政治诉求 于是宋国就答应了魏国公子周须的这个请求 与伐郑和这个魏国一起讨伐郑国 至东门而还 宋国跟魏国的联军走到了郑国的首都 新正的东门 并没有打这个郑国 而是回来了 二年就是公元前的718年 郑伐宋 郑国呢 现在是反过劲儿来开始讨伐宋国 以报复东门之义 报呢是报复 东门之义呢就是指公元前719年 那场这个宋跟魏联合起来讨伐郑国的那场东门之义 其后诸侯述来侵伐 那么从这次事件以后 各个其他的中原诸侯国 多次的来侵略宋国 九年大司马孔府家七好初 道玉太宰化都 都月 木儿观之 都立孔府期 乃使人宣言国中约 商工即位十年而 而十一战 民苦不堪 皆孔府为之 我且杀孔府 以宁民 誓岁 鲁士其军隐功 十年 化都 公杀孔府 娶其妻 商工怒 遂逝商工 而迎 木工子逢 于正 而立之 侍卫 庄公 九年呢是公元前的711年 这个宋国的大司马 名字叫孔府家 他的妻子呢 长得特别漂亮 这里的好呢是漂亮 初是指他的妻子呢 有一次是坐车外出 道玉太宰化都 这个太宰呢也是宋朝的一个官职 相当于是宰相 孔府家的妻子呢 在路上就碰到了这个太宰 名叫化都 也就是化府都 都月 这里的说呢是通那个月 是高兴的那个意思 化府都呢看到这个女人之后 她很高兴 木而观之 这里的木呢就是用眼睛看 官呢当然也是用这个眼睛看啊 也就是这双眼呢就盯住这个 孔府家的妻子就不放松了 都立孔府妻 都呢就是化府都 化府都呢立 立呢是贪的意思 他贪这个孔府家妻子的美色 于是呢心里边就长草了 总想把孔府家的妻子呢 给弄过来 乃使人宣言国中约 使人呢就是派人 宣言呢就是散布这个谣言 于是呢他就派人在国都当中散布谣言说 商工即位十年尔 商工呢就是公子羽衣 说这个公子羽衣啊他即位已经十年了 当了十年的国君了 而十一战 但是呢对外的战争却打了十一次 几乎呢是一年一次还多一次 民苦不堪啊老百姓呢苦不堪言 这里的堪呢是忍受 接孔府为之 这些事全部都是孔府家在后边一手策划的 因为这个孔府家呢是大司马 大司马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军总司令 所以呢这些事都是孔府家在后边呢一手策划的 我且杀孔府以宁民 这里的我呢就是指华府都 华府都说我将要杀掉这个孔府家 来安宁老百姓 这里的且是将要的意思 嗜碎也就是这一年 鲁士齐军尹公 在这个鲁国呢也发生了一场 嗜军的事件 也就是后来的那个鲁桓公啊 派人杀掉了这个鲁尹公 十年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一十年 华都攻杀孔府 华府都呢终于是发难了啊 开始攻击习杀孔府家 而且呢把他的妻子呢给娶过来 这里的娶呢是通那个啊 底下带一个女字旁的那个娶 商工怒 那么这个时候宋国的国君 宋商工呢就怒了 华府都一看干脆我一不做二不休 于是呢他也杀掉了宋商工 而迎接木工子冯 这个木工呢就是宋木工 他的儿子呢公子冯啊 从哪迎接过来的呢 是从郑国迎接回来 而立之而让他做宋国的国君 视为宋庄公 庄公元年华都为相 九年执政之债众 邀以利突为政君 债众许 竟利突 十九年 庄公族 子敏公节 立 庄公元年呢是公元前的七百一十一年 华都也就是华府都 是做了宋国的丞相 九年也就是公元前的七百零二年 执政之债众 这个宋国呢利用一次这个机会把债众的骗过来 然后呢就把债众给扣着了 扣到了宋国 不让他回去 妖以利突为政君 这个突呢就是公子突啊 妖邪以这个公子突呢 作为政国的国君 债众许 债众没办法 因为自己身在宋国啊 如果不答应的话 可能自己的性命不保 所以呢 这个债众就答应了宋国的要求 那宋国为什么要立这个公子突呢 据说这个公子突 他的母亲是宋国人 因此呢 这个宋国就想立这个公子突 做政国的国君 以此呢来控制政国 十九年 庄公族 十九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九十二年 这一年呢 宋庄公死了 子敏公杰立 他的儿子也就是宋敏公 名字叫杰 做了宋国的国君 敏公七年 齐宽公即位 九年 宋水 卢使张文仲 网吊水 敏公自罪曰 寡人已不能是鬼神 正不休 顾水 张文仲 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于 交敏公也 敏公七年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八十五年 这一年呢 齐国的国君 齐桓公 即位了 九年 是公元前的六百八十三年 宋国发了一场大水 水呢 可能给宋国造成了一定的灾害 鲁国就派当时的这个执政大臣 张文仲 前往宋国 去调问宋国所发生的这场水灾 敏公自罪曰 那么面对张文仲的调问 宋敏公啊 就自己责罚自己 他说 寡人已不能是鬼神 寡人就是指宋敏公的自称 他说 我这个人 因为不能侍奉鬼神 正不休 正呢 就是正治 也就是不休正治 顾水 因此宋国才发了这场大水 张文仲 善此言 张文仲一听宋敏公这样讲 他觉得宋敏公说得非常好 此言乃公子子虞 焦敏公也 但是呢 张文仲不知道 宋敏公说的这句话呢 实际上并不是发自他的内心 而是由另外一个宋国的大臣 也是公族的 这个公子子虞 焦宋敏公这样讲的 但是呢 这个根据左传的记载啊 焦宋敏公说这句话的人 其实也不是公子子虞 而是公子子虞的父亲 名字叫玉岳 这个玉岳呢 后来做了宋国的国君 也就是宋桓公 十年下宋法鲁战于盛秋 鲁生鲁宋南宫万 宋人请万万归宋 十一年秋 敏公与南宫万列 因伯征刑 敏公怒辱之曰 十五敬若 金若鲁鲁眼 万有利并此言 遂以局 杀敏公于蒙泽 大夫求募文之 以兵造公门 万伯募 募尺住门和死 因杀太宰化都 乃更立公子游为君 朱公子奔销 公子玉岳奔驳 万帝南宫牛 将兵为伯 东 宵及宋之朱公子 共击杀南宫牛 誓宋新君游 而立敏公帝 玉岳 誓为还公 宋万奔臣 宋人请以陆臣 臣人使妇人 印之醇酒 以阁果汁归宋 宋人海万也 十年下 是指公元前的683年 这一年 宋国讨伐鲁国 战于盛秋 在盛秋这个地方 打了一仗 盛秋是鲁国的 一个城市的名字 是在今天 山东省巨野县的西南 在这个地方 打了一仗 那么鲁国生鲁 宋南宫万 这个生鲁呢 就是活抓 活抓了宋国的一个大臣 叫南宫万 这个南宫万呢 也是宋国的一个大夫 这次领兵打鲁国 也是南宫万 率领宋国的这个士兵来打的 等于鲁国呢 把这个南宫万 也就是把宋国的军队的领导 给逮住了 宋人请万 宋国人呢 于是就请求 让这个鲁国放回南宫万 最后呢 鲁国呀 就把这个南宫万 给放回去了 叫万归宋 十一年秋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八十二年 闽宫与南宫万列 宋闽宫啊 跟这个南宫万 有一次打猎 因伯争行 这里的行呢 有两个意思啊 有一个意思解释成是道路 还有一个意思呢 解释成是行为 两个意思呢 好像都能解释得通 因伯 伯呢 就是下棋 因为下棋啊 来争道路 如果把它解释成是道路的话 那就是争道路 但是呢 当时好像这种解释方法 不是特别合逻辑 因为下棋 没有必要争道路 还有一种解释呢 是这个行为 那么阴伯争行呢 就是因为下棋 而发生了行为上的争执 敏公怒 这个宋敏公啊 就怒了 说我是国君 你是大臣 你居然敢跟我发生争执 辱之 于是呢 就用这个语言来侮辱南宫万 宋敏公说了 十五敬若 这个若呢 就是指你 是指南宫万 说开始 我还非常的尊敬你南宫万 今若 鲁鲁也 但是现在 我已经不尊敬你了 我瞧不起你了 因为你是鲁国的俘虏 万有利 并此言 有利呢 是指南宫万 这个人呢 一身满力 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施瓦辛格 属于那种 能打好斗的特种兵 并呢 是厌恶 厌恶这个宋敏公 说自己的这番话 遂以局 杀敏公 于是呢 就用这个棋盘 这里的局呢 是棋盘 他顺手 抄起这个棋盘 一棋盘砸过去 然后就把这个宋敏公 给砸死了 那么在哪杀的宋敏公呢 是在蒙泽这个地方杀的 蒙泽呢 是宋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它的地点呢 是相当于在今天 河南省商丘市的东北 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个蒙泽 大概呢 这个地方周围啊 师地比较多 动物呢 也比较多 因此呢 这个国军也好 大臣也好 出来游玩的时候呢 经常会选择这样的地方 大夫囚牧闻之 当时呢 这个宋敏公手下 有一个大夫 他姓囚叫囚牧 他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 以兵造公门 他呢 就带领着自己手下的一支军队呢 就前往到达了这个公门 这个蒙泽呢 明显应该是有宋敏公的行宫 在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南宫万跟宋敏公 在蒙泽这个地方打猎 在蒙泽这个地方 临时呢 可能为宋敏公建了一座行宫 所以呢 这个南宫万 在这个蒙泽这地方 把宋敏公杀了之后 他手下的这个大夫囚牧 就听说了这场弑军的事件 带领这个军队呢 就来到了蒙泽这个地方 宋敏公设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宫门 万伯木 南宫万呢 伯伯呢 是用手来抄这个囚牧的脸 南宫万呢 就用手来打这个囚牧的脸 木尺诸门河死 那么囚牧呢 它的牙齿 这里的齿呢 就是牙 其实呢 这个齿跟牙还是有区别的啊 外边的这个叫齿 里边的那个叫牙 也就是外边的这个用来切碎东西的 切断东西的这个牙呢 叫齿 而里边呢 彻底把这个食物咬烂咬碎的 那个叫牙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叫 唇王齿寒 而不能说成是唇王牙寒 但是呢 在这里 这个齿跟牙 其实都是指牙齿 柱呢 就是磕到碰到 门盒呢 就是指那个门 磕到了那个门上之后 然后呢 这个囚牧就死了 殷杀太宰化都 同时呢 这个南宫万一不做二不休 顺势呢 也杀了太宰化府都 化府都呢 就是前边杀这个孔府家 而且把他的妻子给夺过来的这个人 乃更立公子游为君 于是呢 这个南宫万就改立公子游 作为宋国的国君 诸公子奔销 那么其他的公子一看 大事不好 赶紧跑 有的这个公子呢 就奔到了肖这个地方 肖呢 也是当时宋国的一个附庸国的名字 是在今天安徽省肖县的西北 公子玉岳奔博 公子玉岳呢 就跑到了博这个地方 博呢 也是宋国一个城市的名字 是在今天山东省曹县的这个东南 万帝南宫牛 那么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 将兵为伯 他带领兵呢 就围了伯这个地方 东宵及宋之诸公子 到了冬天的时候 那么逃往宵的那些群公子 还有宋国的其他的那些逃命的公子 联合起来 共同的击杀了南宫牛 誓宋新军游 而立敏公帝玉岳 而且呢 把南宫牛新立起来的 这个宋国的新军 也就是公子游给宰了 立了另外一个人做国君 这个人呢 就是宋敏公的弟弟 公子玉岳 誓为皇宫 那么公子玉岳 当上了宋国国君之后 他的嗜号呢 就是宋桓公宋万奔臣 宋万就是南宫万 南宫万一看大事不好 赶紧就跑到陈国去避难了 那么宋国国内的形势 稳定下来之后呢 这个宋国人就请求 用这个贿赂来贿赂陈国 让陈国呢 把南宫万给交回来 那么南宫万因为劲儿太大了 所以陈国人呢 也没办法控制住南宫万 那怎么办呢 这个陈国人用了一个损招 使妇人印至纯酒 妇人呢 就是指美女 让一帮能喝酒的美女 请这个南宫万喝酒 这里的饮呢 是读第四声诗印 是请谁谁谁喝酒的意思 他就请这个南宫万喝酒 喝什么酒呢 喝纯酒 所谓的纯酒 就是酒精度特别高的这种酒 喝多了肯定会醉人的 南宫万呢 在这个纵美女的陪同下 左一杯右一杯 于是呢 就把自己给灌醉了 灌醉之后呢 那么陈国人就用这个隔 把南宫万呢 给捆起来 这里的果汁呢 就是给捆起来 而且给装到袋子里边 归宋 然后就把南宫万呢 给送到了这个宋国 宋人海万也 这里的海是剁成肉酱 宋国人对待南宫万呢 也特别的不客气 用一种酷刑 也就是海刑 把南宫万呢 剁成了肉酱 桓公二年 诸侯伐宋 至交而去 三年 齐桓公使罢 二十三年 迎魏公子毁 于其 立之 视为魏文公 文公女帝 为桓公夫人 秦牧公即位 三十年 桓公病 太子滋辅 让其束兄 牧仪为四 桓公义 太子义 敬不听 三十一年春 桓公族 太子 滋辅力 视为相公 以其束兄 木仪为相 为葬 而齐桓公 会诸侯于 魁丘 相公 往会 桓公二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 六百八十年 这一年呢 诸侯 开始联合起来 讨传宋国 至焦而去 到了宋国的国都 焦外 然后呢 并没有打这个宋国 就离去了 三年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七十九年 这一年 齐桓公 开始称霸了 二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九年 迎魏公子毁于其 那么魏国呢 把这个魏国的一个 落难的公子 他的名字叫毁 从齐国呢 给迎回来 立他做魏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的魏文公 文公女帝 女帝呢 就是妹妹 那么魏文公的妹妹呢 后来做了齐桓公的夫人 秦穆公即位 秦穆公呢 这一年 也登上了秦国国君的 这个宝座 三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二年 这一年呢 宋桓公有病了 而且呢 病的是挺重的 因此这个宋桓公呢 决定要交代一下后世 他的太子姿府呢 这个时候就想让他的束兄 名字叫木夷 做这个宋国下一代的国君 束兄呢 就是指 是宋桓公的妾生的儿子 但是呢 年龄呢 比自己要大的 这个太子姿府呢 就让自己的束兄啊 名字叫木夷 来做这个四 四呢 就是指宋国下一代的这个国君 但是呢 宋桓公 义太子义 这里的义呢 是认为 姿府的这种做法 是合乎道义的 叫义太子义 敬不听 敬呢 是最终 最终呢 也没有听 这个太子姿府 给自己提的这个 让自己的束兄木夷 做下一代国君的这个建议 三十一年春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五十一年 这一年的春天 宋桓公呢 死了 他的儿子 也就是太子姿府 做了宋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宋相公 以其束兄木夷为相 那么宋相公说了 说既然啊 您不想做这个宋国的国君 国君我来做 但是呢 这个相可以由您来做 也就是宋国的第二把手 魏葬还没有等到宋桓公的尸体下葬的时候 而齐桓公会诸侯于奎秋 那么齐桓公呢 在奎秋这个地方举行了一场诸侯的盟会 奎秋呢 也是宋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他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兰考县的东边 相公晚会 宋相公呢 刚当上了国君 然后呢 就前往奎秋参加这个齐桓公 召集了这个诸侯盟会 相公七年 宋帝允兴如雨 与雨斜下 六翼退飞 封吉也 相公七年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四十四年 这一年宋国的这个地方降下了一场允兴雨 叫允兴如雨 雨雨斜下 而且呢 这场允兴雨是跟雨一起下来的 当然呢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说这个允兴呢 降落的时候就跟雨一样 叫雨雨斜下 斜呢 就是一起六翼退飞 那么除了这个允兴雨以外 宋帝呢 还发生了一场奇怪的事件 有人呢 看到六只鸟 这个义呢 是一种鸟 是一种随鸟 看到六只随鸟一起倒着飞 那个飞呢 是通飞翔的飞 风吉也 但是呢 后来有人考察 之所以这六个鸟倒着飞 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 八年齐桓公族宋玉为盟会 十二年春 宋相公为路上之盟 以求诸侯于楚 楚人许之 公子牧仪见曰 小国争盟 或也不听 秋诸侯会宋公 盟于雨 牧仪曰 或在此乎 君欲以甚 何以堪之 于是 楚执宋相公 以罚宋 八年 就是指公元前的六百四十三年 这一年 齐桓公死了 宋玉为盟会 那么这个春秋的时候 诸侯的老大已经没有了 因此这个宋相公呢 就想组织盟会 组织盟会的意思 也就是想当诸侯霸主 因为只有诸侯霸主呢 才有能力和这个权力 组织这个各个诸侯 前来参加会议 十二年春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三十九年 宋相公为路上之盟 这里的为呢 是组织 组织了路上之盟 这里的路上呢 是宋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它地点呢 是在今天安徽省浮阳市的南边 宋相公呢 在这个地方组织了一场盟会 以求诸侯与楚 因此呢 他就想向楚国求情 请求楚国承认 他是诸侯的盟主 这里的求诸侯呢 就是以求做这个诸侯的盟主 但是必须得经过南边 楚国的同意 楚人许之 那么楚国人呢 就假装答应了这个宋相公的要求 可是在宋国公子沐仪呢 就给这个宋相公提了一个建议 他说小国争盟 祸也 说我们宋国在这个中原的列国当中 并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是属于小国的行列 那么小国争当这个盟主 这肯定是祸难 而不是福 不听 宋相公呢 并没有听从公子沐仪的建议 秋天的时候 诸侯会宋公盟于雨 这个雨呢 也是一个地名 他是宋国一个城市的名 地点是在今天河南省虽县的西北 在这个地方呢 宋相公就组织诸侯 前来参加盟会 慕仪曰 公子慕仪又开始提建议了 他说祸其在此乎 这里的其呢 是大概 说祸难大概就会产生在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 祸患大概就会从这次盟会开始了 君欲以慎 欲呢 是欲望 君呢 是指宋相公 说您的这个欲望 要求的太过了 太多了 何以堪知 您是受不了的 这里的堪呢 是忍受 是承受 说您是怎么才能承受得了呢 于是 楚 直宋相公 以罚送 当时呢 在这个盟会上 楚国也前来参加了盟会 而且就在盟会现场 这里的于是呢 是当时在盟会的现场 楚国就把宋相公呢 给抓住了 而且带着宋相公来讨伐宋国 东汇于伯 以示宋公 子于曰 祸犹未也 十三年下 宋伐正 子于曰 祸在此以 秋 处罚宋 以旧正 相公将战 子于建曰 天之弃上久矣 不可 东 十一月 相公于楚城王 战于红 楚人未计 穆仪曰 彼仲我寡 及其未计机之 公不听 以计未震 又曰 可机 公曰 待其以震 震成 送人机之 送师大外 相公商骨 国人皆愿功 公曰 君子不困人于恶 不古 不成列 子于曰 兵以圣为公 何常言语 必如公言 即奴士之耳 又何战为 冬天的时候 在伯这个地方 又有一次诸侯 盟会召开了 在这次盟会上 楚国人呢 就把送相公 给放回来了 这里的誓呢 是释放了一次 子于曰 子于呢 就是公子穆仪 他又说了 说祸犹未也 说这个祸难还没有结束呢 这里的游是孩的意思 十三年的夏天 也就是公元前六百三十八年的夏天 宋国讨伐郑国 公子穆虞 也就是子于 说了 说祸在此以 说宋国的祸难 大概就在这场战争了 到了秋天的时候 楚国罚宋以救政 因为宋国呢 是讨伐郑国 因此呢 这个楚国人呢 就想帮助郑国来对付宋国 他就讨伐宋国来缓解宋国攻击郑国 相公将战 那么宋相公呢 就想打这场战争 子于建约 那么公子穆仪呢 又开始给宋相公提建议 他说天之弃伤久矣 这里的伤呢 就是指宋 因为宋国呢 是殷伤的后代 说上天早已不保佑我们这个宋国了 叫弃伤久矣 不可说跟楚国的这场战争是不能打的 冬11月 也就是在本年的冬天11月份 宋相公与楚城王在洪这个地方打了一场战争 洪呢 是一条水的名字 他的故道呢 大概是在今天河南省浙城的西北 在这个地方呢 宋跟楚啊 开始交手了 在打仗的过程当中 楚人未继 因为两军呢 是隔阂列阵的 楚国人呢 还没有全部过河的时候 属于在河中 正在过河的那个时候 公子穆仪说了 说比众我寡 说楚国呢 他的人多 我们宋国人少 及其未继机之 一定要趁他们 还没有全部都过河的时候 攻击他们 攻不听 宋相公呢 没有听从 公子穆仪的建议 以济为阵 已经过河 但是呢 这个楚国人还没有列成阵型的时候 这个臣呢 是通这个阵 就是还没有 列成这个阵型 属于乱糟糟的 这个时候 那么公子穆仪又说了 说可击 说现在趁他们 这个队型还没摆好的时候 我们现在攻击他 还是可以赢的 那么宋相公说了 代其以阵 说我们不能这么打 一定要等他们 把这个阵型列好了之后 然后呢 是刀对刀 鼓对鼓的 来一场正式的战争 结果 楚国人把这个阵型呢 是列成了 而宋国人呢 已经失去了攻击 楚国人的最佳时机 这个时候呢 宋国人开始攻击 楚国人 宋师大败 相公伤骨 宋国的军队呢 是大败亏输 而且呢 在这场战争当中 宋相公呢 他的一条大腿 还被人给射伤了 国人接怨功 宋国的国人呢 都非常怨恨宋相公 公曰 君子不困人于恶 这里的恶呢 是困境险境 说君子 不在别人陷入困境 或者险境的时候呢 来攻击他 这里的不困人 就是不攻击人 不鼓 不成列 鼓呢 是指敲鼓 通常呢 在过去打仗的时候 向敌兵 发起这个进攻 在这个进攻之前呢 都是敲鼓的 所以说这个鼓 就是指进攻 不鼓呢 就是不勒鼓进兵 叫不鼓 不成列 不成列呢 就是指敌方的这个队型 还没列好的时候 叫不成列 所谓的不鼓 不成列呢 就是不像这个 还没有排好队型的这个敌方 发动这个勒鼓进击 这样一种行为 那么子虞呢 就说了 说兵以胜为功 打仗 这个兵呢 是指打仗 是指战争 说打仗呢 是以战胜 作为功劳的 和长言 于 这里的长言呢 就是指那些长谈 老生长谈那些很迂腐 很庸俗的话 说你哪能说这种很迂腐的话呢 比如公言 说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思路 言呢 就是说 说如果按照你所说的 即奴士之耳 那么我们把自己作为奴隶 来侍奉他就可以了 又何占为 那还打什么仗呢 楚城王以救政 正想之 去而取政二姬 以归 书詹曰 成王无礼 其不模糊 为礼 足于无别 有以知其 不遂罢也 楚城王呢 通过攻击宋国 救了这个郑国 那么郑国呢 就设降礼 招待楚城王 去而取政二姬 以归 那么这个楚城王 接受了郑的降礼之后呢 他就离开了郑国 想要回到楚国 但是他走的时候 顺道 娶了郑国的两个姬 这里的姬呢 就是指美女 娶了郑国的两个美女 给带走了 这两个姬呢 分别是两个姬姓的女子 也就是郑文公的夫人米氏 和江氏 所生的两个女儿 把这两个女孩子呢 给带走了 书詹曰 书詹呢 是郑国的一个大臣 他呢 对楚城王的这个行为 有一个评价 说城王无礼 说楚城王这个人 太不讲究这个礼意了 其不模糊 莫呢 是指这个善终 不莫呢 就是不得善终 说大概楚城王 会不得善终吧 这句话呢 也是有这个结果的啊 楚城王呢 后来被自己的这个儿子 公子伤臣的给干掉了 而且呢 是这个子弑父 那被自己的儿子给杀了 所以也可以算是啊 没得善终 为礼 足于无别 这里的无礼呢 可以理解成是 郑国呢 以礼招待 楚城王 当然呢 这个为礼 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 说这个楚城王呢 是根据礼节来救证国的啊 这两种解释呢 都说得通 说为礼 足于无别啊 说明开头还都是不错的 但是呢 结果却不怎么好 这个足呢 是忠于 说最终呢 以无礼收场 这里的无礼呢 就是指男女无别 无别呢 就是男女不讲区别 叫无别 也是当时春秋那个时候啊 被认为是一种无礼的行为 说楚城王呢 开头还不错 最后呢 临走临走 却干了这样一件恶心事 叫为礼足于无别 不讲究男女之别 因为你走的时候 把人家两个女孩子给带走了 那肯定是属于男女无别了 由以知其不遂罢也 因此呢 从这件事上 就可以知道楚城王 是成不了罢主的 这里的遂呢 就是成功 遂罢就是成为罢主 由以 以呢 是根据 那么有人就根据这件事 知道了楚城王 最终也不会成为罢主 世年 晋公子崇尔过颂 乡公已商于楚 欲得禁援 后里崇尔 以马二十胜 世年呢 也就是在这一年 晋国的一个流浪的公子 名字叫崇尔 这个人呢 也是大名鼎鼎啊 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 崇尔在流浪的过程当中呢 经过了宋国 宋相公 以伤于楚 宋相公呢 因为在和楚国的战争当中 伤了自己的大腿 因此呢 他想得到晋国的支援 后里崇尔 这个后里就是给崇尔送这个后里 以马二十胜 那么什么后里呢 就是送给他二十辆马车 因为过去的这个马车呢 都是四匹马一辆车 所以二十胜车呢 就是八十匹马 八十匹马在当时的春秋 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 当然了 放在现在也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 十四年下 湘公并商于红 而敬足 子成功 王陈丽 十四年下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六百三十七年 这一年夏天 宋相公啊 终于是一病不起 因为他的大腿呢 在红之战当中啊 受伤了 因此最终呢 也就死亡了 这里的敬呢 是最终子成功 王陈丽 那么他的这个儿子王陈 做了宋国的下一代的国君 也就是宋成功 成功元年 晋文公即位 三年被楚蒙 亲近 以有德于文公也 四年 楚成王伐宋 宋告急于晋 五年 晋文公旧宋 楚兵去 九年 晋文公族 十一年 楚太子商臣 嗜其父 成王戴吏 十六年 秦穆公族 成功元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三十六年 这一年呢 晋文公重尔 结束了他十九年的流浪生涯 回到晋国 登上了晋国国君的位置 三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三十四年 被楚蒙 亲近 宋国呢 就违背了和楚国签订的这个盟约 转而亲近了晋国 以有德于文公也 是因为当初这个晋文公重尔流浪到宋国的时候 宋国因为有恩德于这个晋文公的原因 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三十三年 楚成王伐宋 楚成王一看这个宋国呢 转而奔向了投向了这个晋国的怀抱 于是呢 楚成王开始讨伐宋国 宋告急于晋 那么宋国呢 就赶紧向晋国去求援 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三十二年 晋文公救宋 那么晋文公重尔就发兵 开始救宋国 楚兵去 那么楚兵呢 就离开了 其实呢 太史公在这个地方写的非常简单 晋国跟楚国之间发生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城普之战 就是因为围绕着晋国救宋国的原因导致的 但是太史公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把这段非常有名的历史写在这个史记里边 总而言之呢 这个城普之战 晋国赢了 楚国输了 于是呢 这个楚兵去 楚国呢 就退兵了 九年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二十八年 晋文公 死了 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二十六年 楚国的太子商臣 这个人呢 是楚成王的儿子 他呢 把自己的老爹楚成王给宰了 然后代替楚成王 做了楚国的国君 也就是国王 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二十一年 秦穆公 在这一年也死了 十七年 成公族 成公帝 玉 杀太子吉 吉大司马 公孙故 而自立为君 宋人 共杀君 玉 而立成公 少子 储就 誓为招公 十七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二十年 宋 成公死了 他的弟弟叫玉 这个人呢 把宋成公的这个太子 名字叫吉 给宰了 同时呢 宰的人当中还有大司马 公孙故 这几个人都给宰了 然后呢 这个玉就自己自立为是宋国的国君 宋人共杀君 这里的共呢 是联合 宋国人呢 就一起联合起来 把这个新自立为君的玉 把他给干掉了 而又立了宋成公的这个小儿子 名字叫储就 做了宋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的宋昭公 昭公四年 宋拜常敌元思于长丘 七年 储庄王 即位 昭公四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一十六年 宋国打败了一只敌人 敌人的部落叫长敌 这个元思呢 是这只敌人部落的首领 把他给打败了 是在哪打败的呢 是在长丘这个地方 长丘呢 是宋国一个城市的名 他的地点是今天河南省丰秋县的西南 而这个长敌呢 是当时春秋时敌人的一只 他的这个活动范围呢 非常广 西起山西 临坟长治 一直到这个山东境内的这个海边 据说这只敌人呢 他们的身材特别高 因此呢 叫长敌 而这个元思呢 是这只长敌人的首领 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一十三年 楚庄王即位了 楚庄王登上了楚国的这个军位 九年招公无道 国人不负 招公帝 报格 闲而下士 先相公夫人欲通于公子报 不可乃住之 师于国 因大夫化缘为幼师 招公出列 夫人王姬 使魏伯 公杀招公处旧 帝鲍格立 视为文公 九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一十一年 宋招公呢 无道 国人呢 不归附他 那么宋招公的弟弟 名字叫鲍格 这个格呢 怀疑是燕文 因为根据左传记载呢 并没有这个格字 而只是公子鲍 这个公子鲍呢 是宋招公的弟弟 这个人呢 是贤惠 而下士 能够理贤下士 先也就是此前呢 这个湘工的夫人 也就是宋湘工的夫人啊 这个宋湘工的夫人是王姬 是取自周王室的 那么从辈分上来说呢 她是公子鲍的嫡祖母 是她的奶奶 但是呢 年纪啊 可能比公子鲍大不了多少 说此前呢 这个宋湘工的夫人 以奶奶的身份 想和自己的孙子 公子鲍呢 私通 据说呢 这个公子鲍在宋国 是非常有名的美男子 所以宋湘工的夫人呢 就看上了这个公子鲍 但是呢 公子鲍认为 一 这个宋湘工夫人 是自己的祖母 另外一个呢 这个宋湘工夫人 比自己年纪也大 因此呢 她就不同意 叫不可 不可呢 就是宋湘工夫人 想和公子鲍私通 但是呢 她做不到 于是呢 这个宋湘工夫人 乃住之师于国 于是她就帮助 这个公子鲍 向宋国国都当中的 这些国人呢 来施恩 因大夫化缘 为幼师 这个大夫化缘呢 因此她就请求 是做宋国的一个亲 也就是幼师的 这个职位 招公出列 这个招公呢 就是宋招公 有一次呢 出去打猎 夫人王姬 这个王姬呢 就是宋湘工的夫人 派魏伯 攻杀招公 储救 派魏伯这个人 在这个宋招公 出去打猎的时候 把宋招公 储救呢 就给干掉了 当然呢 根据左传的记载 杀这个宋招公的人呢 并不是这里边 所说的魏伯 而是一个叫 师殿的人 可能这两个人呢 应该是一个人 只不过名字不同而已 帝报格力 那么宋招公的弟弟 公子豹呢 他就做了宋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的宋文公 文公元年 晋率诸侯伐宋 则以弑君 文公定律 乃去二年 招公子 因文公母帝须 与五目戴庄 还之族为乱 文公进诸之 出五目之族 这里边这个 记载的事实呢 跟左传里边 记载的事实 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总体的这个事件 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有些细节不同 所以呢我们读史记呢 就以读史记的文本为主 那么左传呢 他的这个不同 在这里我们就不讲了 文公元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一十年 晋率诸侯伐宋 晋国呢 就率领诸侯 讨传宋国 则已弑君 斥责这个宋国 把原来那个国君 宋昭公给宰了 文公定律 等这些诸侯的联军 到了宋国之后 他们发现 这个宋文公已经安定 而且已经做了 宋国的国君了 于是呢 这些诸侯联军就离开了 二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零九年 昭公子 也就是宋昭公的儿子 因文公母帝 这里的因呢 是依托 依托宋文公的母帝须 和这个宋武公 宋牧公 宋代公 宋庄公 以及宋桓公之族 违乱就开始制造祸乱 开始造反 文公尽诸之 那么宋文公呢 出手挺狠 把这些造反的 这些群公子 全部都给宰掉了 出武牧之族 而且呢 把宋武公 宋牧公 这一族的族人 也就是那些群公子 全部都给赶走了 四年春 储命正 罚宋 宋史化缘将 正败宋 求化缘 化缘之江战 沙阳以四世 其欲 阳庚不及 故愿 持入正军 故宋失败 得求化缘 宋以兵车百胜 文马四百匹 赎化缘 未进入 化缘 王归宋 四年春呢 是指公元前的六百零七年 这一年的春天 储命正 罚宋 储国命令正国 讨伐宋国 宋国使化缘将 宋国呢 就派化缘 作为宋国的将军 正败宋 在战争当中呢 郑国就把宋国给打败了 求化缘 而且把化缘呢 给抓到了 化缘之江战 为什么能抓到这个化缘呢 也是因为他倒霉 也就说在这个跟正国打仗之前 化缘杀羊 以四事 这里的十是读成平舌的第四声 读四是指喂的意思 化缘呢 就杀了一只羊 来给这个战士呢 吃饭 让战士呢 饱餐一顿 其欲 也就是给化缘 驾车的这个司机 羊羹不及 也就是呢 没有赶上 喝这个羊汤 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是来晚了 也有可能是 宋国的这个化缘 就故意不给自己的司机呢 分羊汤喝 故愿 因此这个司机呢 就怨恨化缘 迟入正军 他自己是赶车的 所以在车上呢 他是老大 他就一边的抄向了这个马 这个马呢 就直奔啊 这个郑国的军营而去 故宋师败 因此呢 宋国的军队就打败了德求化缘 郑国呢 才能够囚禁这个化缘 宋以兵车百胜 宋国呢 想把这个化缘呢 给赎回来 因此呢 用的这个梨是非常厚的 想送给这个郑国一百辆的兵车 纹马是指那种有彩纹的 有装饰的马匹 一共是四百匹啊 包括一百辆车 全部都送给郑国 当这个俗化缘的物资啊 结果未进入 也就等这一百辆的车和四百匹的马 还没有全部送到郑国的时候 化缘呢 就私自的从这个郑国逃了出来 归宋 跑回了这个宋国 十四年 楚庄王为政 郑伯降楚 楚富士之 十四年呢 是公元前的五百九十七年 楚庄王这一年呢 把郑国给围起来了 郑伯降楚 这个时候呢 这个郑国的国君是郑相公 郑相公呢 就向楚国投降了 楚国一看你服软了 那么富士之 又把这个郑相公呢 给放了 让他回去继续当郑国的国君 十六年 楚使过宋 宋有前朝 直楚使 九月楚庄王为宋 十七年 楚以为宋 五月不解 宋城中集 吴时 化缘 乃夜 思见楚将子返 子返告庄王 王曰 城中何如 曰 西鼓而吹 义子而食 庄王曰 城栽言 我君亦有二日粮 以信故 遂罢兵去 十六年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五百九十五年 楚国呢 有一个使者想去齐国出差 但是呢 要想去齐国就必须要经过宋国 根据当时的这个规矩 你要经过别人国家的地盘 必须提前跟人家打招呼 你如果没有跟人家打招呼 那么人家就很有可能把你给截住 那么这个楚国的使者呢 叫文之无畏 他呢 经过宋国 但是呢 这个文之无畏在走之前 在经过宋国之前 并没有跟宋国打招呼 而且更要命的是 这个宋国跟这个文之无畏 是有前仇的 因此宋国说 你从我这过 你不跟我打招呼 而且以前呢 你还欺负我 因此他就直除使 这里的直呢 就是把这个楚国的使者文之无畏 给扣住了 而且呢 给宰了 九月 楚庄王围宋 楚庄王说 好 你居然敢杀我的使者 于是派兵呢 就把宋国给围住了 十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594年 楚已围宋 五月不解 楚国用大兵围住了宋国的国都 一共围了五个月 而且呢 也不退 所以宋国城中啊 这个粮食就告急了 而且没有吃的 化缘也就是宋国的一个亲 于是呢 在夜里边就私自的跑到了楚国的阵营里边去见这个楚国的将军 名字叫紫返 紫返呢 就把这个化缘在夜里会见他所说的这些话呢 全部都告诉了楚庄王 楚庄王就问了 说城中何如 那么根据这个化缘的描述城中的情况怎么样了呀 然后呢 这个紫返就回答了说锡骨而吹 一子而食 这个锡呢 就是砍开啊 这个老百姓呢 没柴火烧了 那怎么办呢 把这个死人的骨头给他砍碎了 当柴火烧 叫锡骨而吹 用烧这个死人的骨头来这个做饭 一子而食 但是呢 粮食呢 也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老百姓之间互相换着儿子来吃 这里的意义呢 是交换 也就说自己的父母 吃自己的孩子 可能不太忍心 那么就跟邻居进行交换 杀邻居的孩子 一般来说还比较容易下手 楚庄王说 承载炎 这里的承载炎呢 是指一种表扬的话 说化缘这个人 真是一个真诚的人呢 是一个时尚人 把城里的情况呢 都跟我们楚国人讲了 我军亦有二日粮 而且呢 我们楚国的军队呢 粮食其实也不多了 也只够维持两天了 再维下去 对楚国军队来说 也不是什么好事了 以信故 因为这个化缘 讲究诚信的缘故 遂罢兵去 于是楚庄王 就罢兵离开了宋国 22年 文公族子公公辖历 史后葬 君子姬 化缘不成矣 22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 589年 宋文公公子豹死了 他的儿子宋公公 名字叫霞 当了宋国的国君 从这一代开始 就史后葬 宋国呢 开始后葬 君子姬 这里的姬呢 是讽刺 君子呢 就讽刺化缘 失去了陈道 为什么呢 是因为化缘呢 也是主张后葬的 起码 他没有对宋公公 实行后葬 给予阻拦 公公十年 化缘 善楚将子虫 又善进将鸾书 两蒙进楚 十三年 公公族化缘为右师 于时为左师 司马唐山 公杀太子肥 欲杀化缘 化缘奔进 于时指之 至河乃环 诸唐山 乃立公公 邵子成 视为平公 公公十年 是指公元前的 五百七十九年 化缘 善楚将 这个化缘呢 跟楚国的将军 子虫的关系特别好 又善进将 而且呢 他同时又跟进国的将军 鸾书 他的关系呢 也非常不错 因此呢 这化缘就两蒙进楚 这里的两呢 是指两国 而不是两次 因此化缘呢 就把进国跟楚国 同时召集起来 举行了一个盟会 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七十九年 宋公公死了 化缘呢 是做右师 于时呢 是做左师 这个左师跟右师呢 分别是宋国的两个亲位 而这个时候呢 宋国也发生了这个内乱 司马唐山 这个唐山是人民 是在宋国做司马的 他呢 攻击 而且袭杀了太子妃 把太子妃呢 给干掉了 同时呢 他也想杀掉这个化缘 化缘一看不好 就跑到晋国去避难了 于时止之 那么于时就制止了化缘 说你不能跑 你跑了宋国就完了 治河乃环 于是呢 化缘就走到了河边 这里的河呢 就是黄河 来到了黄河边上之后呢 并没有过黄河 就回来了 诸唐山 而且把这个唐山 也就是司马 给干掉了 乃立贡公邵子 这个邵子呢 就是宋公公的小儿子 他的名字叫成 让他呢 做了宋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的宋平公 平公三年 楚公王 拔宋之彭城 以封 宋左师于时 四年 诸侯 供诸于时 而归 彭城于宋 三十五年 楚公子为 士其君自立 为灵王 四十四年 平公足 子元公 左立 这段史实的记载呢 跟这个春秋左传的记载呢 也是稍微一点不同啊 但是大致的情节差不多 所以我们也就不再这个 读春秋左传的这个 事实的记载了 只是按照史记的这个文本来读 就可以了 宋平公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七十三年 楚公王 拔宋之彭城 这个彭城呢 就是现在的徐州 当时呢 是属于宋国的这个城市 楚公王呢 就把宋国的彭城这个地方呢 给拿下来了 而且把他封给了宋国的一个左师 叫于时 这个于时呢 也是宋国的一个亲 把他封给于时了 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七十二年 诸侯 共诸于时 其他的诸侯国联合起来 共同讨伐这个于时 而彭 彭城于宋 同时把这个彭城呢 给抢下来 又重新还给了宋国 三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四十一年 楚公子维 公子维呢 是楚国的一个公子 他把这个楚国的国君 也就是夹翱给宰了 这个公子维呢 自己就做了这个楚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楚陵王 四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三十二年 宋平公死了 他的儿子公子左 做了宋国的国君 也就是宋元公 元公三年 楚公子弃吉 逝陵王 自立为平王 八年送火 十年 元公无信 诈杀诸公子 大夫画相式 作乱 楚平王太子建 来奔 建诸华氏相公乱 建去儒正 十五年 元公为鲁昭公 必济氏居外 为之求入鲁 行道足 子谨公 投曼利 元公三年 是公元前的五百二十九年 楚国的公子 汽吉 把楚陵王给杀掉了 公子汽吉就自立为国君 也就是后来的楚平王 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二十四年 宋国发生了春秋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火灾 因为在这个同时 郑国 陈国跟魏国 也跟宋国一样 都发生了火灾 十年 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二十二年 宋元公不讲信用 炸杀诸公子 史记里边记载是宋元公炸杀这个诸公子 但是根据左传的记载并不是宋元公来炸杀诸公子的 而是宋国的大臣华氏跟相氏联合起来炸杀诸公子的 这一点跟这个左传的记载不同 华氏 相氏呢 作乱了 就开始在宋国开始造反了 楚平王太子剑来奔 而这个时候呢 楚平王的太子 名字叫剑 这个人呢 到这个宋国来逃难 但是呢 他到宋国一看 看到这个诸华氏 各个这个画家的人 互相这个你打我打的 所以这个宋子剑认为在宋国呢 也没办法待 他呢 就跑到了郑国去儒正 也就是离开了宋国 去到郑国去避难了 15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517年 宋元公呢 想调节鲁国国内的一场动乱 因为当时的鲁国国军 鲁昭公呢 被这个当时鲁国的三环之一的济世给赶走了 所以宋元公呢 总想调节 让鲁昭公 继续回到这个鲁国做国军 这就是宋元公 为了鲁昭公 能够这个躲避济世居外 为之求入鲁 为这个鲁昭公呢 求继续进入鲁国当国军 结果在调节的过程当中 行道足 就死在这个半路上了 子景公投曼利 这个投曼呢 是宋景公的名字 也就是宋元公的儿子 投曼做了这个宋国的国军 宋景公 景公16年 鲁昭虎来奔 以赴去 25年 孔子过宋 宋司马 还颓勿之 欲杀孔子 孔子微服去 30年 曹被宋 又被禁 宋伐曹 禁不救 碎灭曹 有之 36年 其填长 宋剑公 景公16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501年 这一年呢 鲁国的杨虎来宋国避难了 这个杨虎呢 原来是济世的一个家臣 济世呢 把鲁国国军呢 给架空了 同时呢 济世自己 也被自己的家臣给架空了 而这个家臣呢 就是杨虎 而杨虎的势力作大之后呢 就想在鲁国发难 但是他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呢 他就只能逃跑 于是呢 就来到宋国来避难 以赴去 但是没待多久 他又离开了宋国 而去了齐国 25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 492年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呢 经过宋国 宋国的司马 名字叫桓腿 非常讨厌这个孔子 就想杀掉孔子 孔子微服去 这里的微服呢 就是指改换这个服装 离开了这个宋国 30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487年 曹国背弃了宋国 这里的背呢 是通那个违背的背 又背进 同时呢 又背弃了晋国 宋国呢 就讨伐曹国 晋国说 你既然已经背弃我了 那我就看着你 被宋国讨伐 我不救你 于是呢 这个宋国 就灭了曹国 而占有了这个曹国 36年 齐国的填长 把这个齐国的国军 齐简公给杀掉了 而这个36年呢 就是公元前481年 37年 楚慧王灭臣 迎获守心 心 宋之分也也 锦公邮之 司兴子伟曰 可疑于相 锦公曰 相武之古功 曰可疑于民 锦公曰 君者 代民曰 可疑于岁 锦公曰 岁机民困 武谁为君 子伟曰 天高听碑 君有君人之言三 迎获亦有动 于是侯之 国企三度 37年 是指公元前的480年 这一年呢 楚慧王 灭掉了陈国 迎获守心 这个迎获呢 是迎获兴 他呢 运行到了 兴宿的位置 这个心呢 是新秀 是指天空当中的28个新秀之一 而这个新秀呢 正好是宋国的分野 因为当时呢 这个古人认为天上的这个新秀的分野 啊 他都是对应这个地上的诸侯国的 那么天上的这个新秀 如果有了这个异常的变动 就意味着他所对应的那个地上的诸侯国也会有变化 而这个对应关系呢 就叫分野 那么这个迎获呢 运行到新秀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宋景公啊 就为这个事儿非常担忧 私心 子伟 这个私心呢 就是专门负责这个观测天象的这样一个人 来通过天象 预测吉凶的这样一种官叫私心 他的名字叫子伟 他就跟宋国的国君就说了 说可宜于相 可以通过祭祀 把这个灾祸呢 移给你手下的这些相 也就是把灾祸 移给你的宰相 那么宋景公说 宰相呢 是我的大腿跟大胳膊 这个骨呢 是大腿 公呢 是指大臂 啊 然后这个子伟又说了 说可宜于民 说不想移给你的宰相 那么可以把这个灾祸呢 移给您手下的老百姓 那么景公又说了 君者代民 这里的代呢 是通那个是 因为这个代字呢 跟那个是 是强凌弱的那个是呢 在写法上是差不多的 啊 据怀疑呢 可能是在抄的过程当中啊 把这个字给抄错了 应该是君者市民 是呢 是依靠 说国君呢 是依靠老百姓 才能这个做成国君的位置的 言外之意呢 就是我不想 因为我自己的原因 把这个灾难呢 移给我手下那些老百姓 那么这个子伟又说了 可宜于岁 那说既然如果是您不想让您老百姓遭殃的话 那么也可以通过祭祀 把这个灾难呢 移给这个年城 所谓的年城呢 这个岁就是年城啊 让这一年呢 变成凶年 那么这个灾祸呢 也可以躲过去 宋景公又说了 说如果那样的话 那么整个年城收成不好 老百姓呢 比较困乏 捂谁为君 我还做谁的国君呢 子伟就说了 天高 听碑 这个天呢 非常高 听呢 是知晓听道 能够听到这个低处人的这个祷告 丧天呢 虽然很高啊 但是能够知道人世间的事情啊 叫听碑 碑呢 就是指人世 君有君人之言三 您呢 说了三个作为国君的啊 三种语言 三种话 就是指前边那个啊 疑于相啊 疑于民 还有疑于岁啊 有说了这三种话 迎祸亦有动 因为您的心肠特别好 因此呢 这个迎祸星 应该会有其他的变动的 于是猴之 于是这个思星呢 就仔细的观测 观察这个迎祸星的变化 国喜三度 最终呢 确实是有变化了 啊 喜就是指前 这个星呢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偏离了原来的那个轨迹 一共是三度 也就是呢 离开了新秀的这个位置 到别的地方去了 六十四年 景公族宋公子特 公杀太子而自立 视为招公 招公者 元公之曾 恕孙也 招公父 公孙鸠 鸠父 公子端秦 端秦 即元公 少子也 景公杀 招公 父鸠 故招公 怨杀太子而自立 六十四年 是指公元前的 四百五十三年 宋景公呢 死了 宋国的公子特 公姬杀掉了太子 而自己呢 做了宋国的国君 也就是宋昭公 这一段史实的记载呢 跟左传的记载是不同的 左传的记载呢 认为是景公没有儿子 那既然没有儿子的话 那哪来的太子呢 那么他没有儿子 宋景公也考虑了说自己死了之后 那后代的国君怎么解决呢 于是呢 这个宋景公就把宋元公的数增孙 这个一个叫德 一个叫齐 把这两个孩子呢 给接过来 养在这个公公里边 作为自己的养子 也就等自己一旦 有朝一日挂了以后呢 从这两个孩子当中呢 选一个做国君 后来呢 等这个宋景公死了之后呢 他的大臣呢 也就是按照宋景公的遗愿 先立了这个齐 后立了这个德 而这个德呢 就是后来的宋昭公 这一点呢 跟史记的记载是不同的 昭公者元公之增数孙也 昭公父公孙鸠 昭公的父亲呢 叫公孙鸠 而这个公孙鸠呢 他的父亲是公子端秦 而这个公子端秦呢 就是宋元公的最小的那个儿子 因为此前呢 这个宋景公曾经杀了 这个宋昭公的父亲公孙鸠 因此呢 这个昭公在没有当上宋国国君之前 就把这个太子给宰了 而且呢 自己做了宋国的国君 当然呢 这是太史公的说法 跟这个左钻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昭公四十七年族 子道公购游历 道公八年族 子修公田历 修公田二十三年族 子辟公辟兵历 辟公三年族 子替成历 替成四十一年 替成的弟弟 衍 公席替成 替成 拜奔旗 衍 自立为宋君 昭公四十七年 就是公元前的四百零四年 宋昭公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宋道公 名字叫购游 做了宋国的国君 宋道公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三百九十六年 宋道公也死了 他的儿子宋修公 名字叫田 做了宋国的国君 宋修公田二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三百七十三年 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辟公 名字叫辟兵 做了宋国的国君 宋辟公三年族 也就是在公元前三百七十年的时候 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替成 这个替成是名字 做了宋国的国君 替成四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三百二十九年 替成的弟弟 名字叫燕公习替成 公习就是公鸡 公鸡这个替成 那么替成呢 打败了之后 就跑到齐国去避难了 因此这个燕 就自立为宋国的国君 这个时候的历史呢 其实已经进入了 这个战国期间了 因为春秋已经结束了 君燕十一年自立为王 东拜其 取五成 南拜楚 取第三百里 西拜卫君 乃与其位为敌国 承写 以尾囊 悬而设之 命约设天 淫于酒 妇人 群臣见者 则设之 于是诸侯 接约结诵 诵 其父为咒 所为 不可不诛 告其伐诵 王衍 历四十七年 齐敏王 与卫 楚 伐宋 杀王衍 遂灭宋 而三分齐地 君燕十一年 就是公元前的三百一十八年 自立为王 由国君 变成国王了 东拜其 向东 打败了齐国 取了齐国的五个城市 这一点呢 这个史实好像是不识的 南拜楚 向南呢 打败了楚国 取地三百里 获得了楚国的土地三百里 向西 打败了魏军 打败了魏国的军队 而且呢 这个宋国还和齐国魏国 成为了这个敌国 这些历史事实的记载 都是有争议的啊 但是对于他的真伪 我们这里就不做这个辨别了 乘血以尾囊 这里的尾呢 是熟牛皮 用这个熟牛皮 做了一个皮囊 在里边呢 乘上血 悬而射之 把这个皮囊呢 给他悬起来 吊得高高的 然后呢 这个宋军眼 也就是宋王眼 用剑来射这个皮囊 给他取个名字叫射天 银与酒 妇人 这里的银呢 是过渡 也就是宋王眼 对这个酒色 都是过渡的 群臣见者 折射之 有大臣想向他提建议的话 他都会用剑 把这个大臣射死 这里的折呢 是旧 于是诸侯 接约 结宋 于是呢 这些诸侯啊 都给宋国 这个国君 宋王眼 起了一个名字 叫结宋 因为这个结呢 是下朝的最后一代 国君 也就是下结 把这个宋王眼 也比喻成是下结 所以才叫结宋 宋齐 父为咒 所为 宋国到这个时候 又开始做 他的祖先 商咒王 所干的那些事了 不可不诛 那么不能 不诛罚他 告其罚宋 于是呢 这些诸侯 就向齐国进行 这个请求 请求齐国呢 讨伐宋国 王眼 历47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 282年 齐敏王和魏国 楚国联合起来 讨伐宋国 把这个王眼呢 给杀了 把宋国呢 给灭了 而且是三分齐地 那么宋国到这个时候呢 就彻底的灭亡了 太史公曰 孔子称 威子去之 姬子为之奴 彼干贱而死 应有三人焉 春秋 姬宋之乱 自宣公 废太子而立地 国以不宁者实事 相公之时 修行仁义 欲为盟主 其大夫 正考服美之 故追导 谢汤 高宗 因所以兴 做商颂 相公 即败于红 而君子 获以为多 商中国 缺礼 包之也 送香 之有 礼让也 这一段呢 是太史公 对这一篇这个世家的一个总结啊 太史公就说了 孔子称 威子去之 威子呢 离开了宋国 这里的去呢 是离开 姬子为之奴 姬子呢 最后是做了奴隶 彼干贱而死 彼干呢 因为多次给商周王提这个建议 而遭到了挖心的命运 因有三人焉 这个人呢 就是人人 殷朝商朝因此才有了三个人人 春秋 这本书呢 姬姬呢 是讽刺 讽则宋国的这个乱啊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从宣公 也就是宋宣公 废掉了自己的太子 而立了自己的弟弟 也就是宋穆公 从这个世界开始的 国以不宁者实事 这个宋国就因为这件事 一直不得安明 一共经历了十多代的国君 相公之时 那么到了宋相公的时候 修行仁义 这里的修行呢 是提倡 宋相公呢 他提倡这个仁义 想做盟主 盟主呢 就是霸主 其大夫 郑考府呢 美之 这里的美呢 是称颂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讲 这个郑考府呢 因为称颂 宋相公的行为 而且呢 追导 追导是追数 追数以前商朝的始祖歇 还有商朝的开国之君 康 还有商朝的非常有名的君主 高宗 也就是武丁 追溯这些人的事迹 殷朝呢 所以兴亡的原因 那么郑考府就做了商宋 这一条呢 其实是太史公搞错了 因为这个郑考府生活的年代呢 并不是生活在宋相公的时候 他呢 是远远的早于宋相公 是在西州末期 东州初期的时候 这个郑考府呢 是宋代公 宋武公手下的大臣 并不是宋相公手下的大臣 相公击败于洪 那么宋相公和楚城王 在洪这个地方 打了一场洪之战之后呢 他打败了 而君子获以为多 但是呢 有一些君子认为 这个宋相公是值得赞美的 这里的多呢 是赞美 商中国缺礼意 商呢 是感叹感伤感伤当时的中国已经缺失了礼根义 包之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 对这个宋相公才有所褒奖的 宋相之有礼让也 说的就是宋相公 在诸侯林立的这个春秋时期呢 能够提倡礼让的原因 这里的晋跟堂都是两个国名 但是呢 这两个名字虽然不同 但指的都是一个国家 晋国也是唐国 唐国也是晋国 因为这个晋国呢 他最初是叫唐国 周武王呢 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这个周城王 一个是唐书渝 而这个周城王呢 是唐书渝的哥哥 周城王呢 把唐书渝分在了唐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唐书渝呢 他是唐国的始风军 后来呢 唐书渝有一个儿子啊 叫谢府 那么到了谢府继承 这个唐国军位以后呢 这个谢府就把唐国的名字给改了 改成了晋国 所以说这个晋国也是唐国 唐国也是晋国 那么从谢府改了之后呢 晋国就一直叫到了春秋的晚期 就不再叫唐国了 而这个唐书渝呢 他是唐国的始风军 是周城王的弟弟 周五王子而城王弟 初也就是当初的时候 这个周五王呢 跟唐书渝的母亲相会的时候 这里的相会呢 可以理解成是同房 同房的时候呢 梦见了上天对周五王说 这里边呢 太史公司把它写成了周五王 实际上呢 根据春秋左传的记载呢 应该是上天对易江说的 易江呢 就是周五王的妻子 也就是周城王和唐书渝的母亲 上天呢 就对周五王或者是易江啊 这里边的人名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史记来解释 对这个周五王说 愚命辱生子 愚就是我 我命令你生一个儿子 名字叫愚 愚语之堂 这里的愚呢 是指天地啊 天地说 我把堂这个地方给你 即生子 等到这个周五王跟易江 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呢 有文在他的手心里边 而这个文路呢 看起来就像一个愚字 故遂因命之曰愚 因此呢 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字叫愚 这里的命之等于是明之 这个命是通那个名字的明 五王崩 成王立 唐有乱 周公诸灭唐 成王与书渝系 萧同业为归 以与书渝 曰以此风落 始义因请则日 历书渝 成王曰 无语之细耳 始义曰 天子无细言 言则始书之 礼成之 乐歌之 于是遂风书渝于唐 唐在河坟之东 方百里 故曰唐书渝 姓姬是 自子于 周五王死了之后呢 他的儿子周成王 做了周天子 唐有乱 这里的唐呢 就是指唐帝啊 唐帝这个地方呢 有了暴乱的行为 周公呢 代替这个周成王 去诛灭唐 也就是把唐这个地方的暴乱呢 给平定了 成王与书渝系 那有一天呢 这个周成王跟他的这个小弟弟 唐书渝呢 就在一块玩游戏 小孩子嘛 在一块做游戏 也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周成王呢 这个时候其实他年龄并不大 也都是小孩 所以才让这个周公啊 替他这个执掌国政的 销铜叶为龟啊 这哥俩玩的时候呢 就从地上啊 捡了一片铜叶 铜叶呢 就是铜树的叶子 然后呢 把这个铜树的叶子 销成了一个龟的形状 这个龟呢 是一种寓制的 礼器的名字啊 它的形状呢 就跟那护板差不多 那护板又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过去的那个大臣 上朝的时候呢 手里边必须拿一个护板 那个护板上面呢 有的时候是记着啊 你上朝的时候想要说什么事儿 可能你记不住 然后就在那护板上呢 临时呢 写几个关键词来提醒你一下啊 所以呢 这个叫护板 当然呢 这个护板 它做的这个材质是根据你地位的不同啊 它是有所区别的 而这个龟呢 它是一种预制的这种啊 礼器啊 差不多是相当于是护板 而这护板的形状呢 是上边是圆的 下边是方的 所以呢 这个周承王啊 他就把这铜叶呢 削成了一个护板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 就把这护板呢 给了他的弟弟唐书渝 而且呢 他跟唐书渝讲 他说以此封弱 我呢 会把这个东西会封给你 这里的弱呢 是指你的意思 结果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旁边站着使官呢 这个使官的名字叫义 使义呢 就殷请择日 立书渝啊 使义就说了 说这个 既然您呢 把这个地方封给了唐书渝 那就请您啊 选择一个日期 立这个唐书渝吧 啊 这里的音呢 是趁势 说你趁势呢 选择一个好的日子 来立唐书渝 做唐这个地方的封君 那么周承王就说了 说我与之戏儿 我是跟他做游戏啊 我并没有说 真想把这个地方封给他 那使义说了 天子无戏言 因为你虽然年龄小 但是你是周天子 你说出的每一句话 那么都不是戏言 你说了 则史书之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那么在史书上都会有记载的 里承之 都要按照周理去完成的 乐歌之 都要用这个乐章去歌咏呢 于是遂封书渝于唐 那没办法 周承王呢 就马上封自己的弟弟唐书渝 把他呢封在唐这个地方呢 做始封君 唐在河坟之东 这里的河呢 是指黄河 坟呢 是指坟水 河坟之东呢 就是指今天山西省侯马 驱沃跟义城那一带 叫河坟之东 把这个地方呢 封给你方百里 方圆呢 有百里的范围 故曰唐书渝 姓姬氏 它呢 是姬姓 字子渝 唐书渝的字呢 是子渝 唐书子谢 视为晋侯 晋侯子宁足 视为五侯 五侯之子福人 视为成侯 成侯子福 视为历侯 历侯之子 依旧 视为晋侯 晋侯以来 年纪可推 自唐书 至晋侯武士 无其年数 唐书渝呢 有一个儿子叫谢 也就是后来的谢府 这个呢 是唐帝的第二代国君 视为晋侯 也就是这个谢府 做了唐国的国君之后呢 他把这个唐国 给改成了晋国 因此谢府呢 也叫晋侯 那为什么改这个唐国为晋国呢 据说呀 唐这个地方呢 有一条水是晋水 因此呢 就把这个唐国改成了晋国 但是这个晋水 究竟在哪个地方呢 这个历史学家对他的考证 也是说法非常多的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就不再讲了 总而言之呢 到了谢府这一带 他就把这个唐国呢 给改成了晋国 是为晋侯 晋侯子宁族 这个宁族呢 是谢府的儿子 是为武侯 是晋武侯 武侯之子福人 福人呢 也是个名字 是为成侯 也就是晋成侯 成侯子福 福呢 也是名字 那么成侯的儿子福呢 是为晋力侯 晋力侯之子 遗旧 遗旧也是名字 他是做了晋国的晋侯 晋侯以来年纪可推 这里的乙呢 是通那个 所以的那个乙 也就是从晋侯 这一代国君以来 这个年纪呢 就可以推算了 自唐书渝到晋侯 一共是五代 五奇年数 那么也就是从晋侯往前推呢 就没办法推这个年代了 这里的年数呢 就是年代记载 也就没有这个具体的 详细可考的这个年代的记载了 晋侯17年 周立王迷惑暴虐 国人作乱 立王出奔于智 大臣行政 故约共和 晋侯17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842年 这一年呢 周立王 因为他是这个 非常暴虐 非常这个残忍 国人呢 就作乱了 周立王出奔于智 这个智呢 就是山西省的霍县 跑到智这个地方来躲起来了 那么周王史呢 就没有天子了 因此呢 是大臣行政 故约共和 因为这段历史呢 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啊 所以这里就不再说了 18年 晋侯族 子西侯司徒立 西侯14年 周宣王出立 18年 西侯族 子县侯吉立 县侯11年族 子牧侯 废王立 18年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841年 晋晋侯呢 死了 他的儿子晋西侯 名字叫司徒 做了这个国君 这个地方呢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司徒呢 他不是官 听起来像官 但不是官 他是一个人名 而晋国的这个晋西侯呢 因为他的名字叫司徒 所以呢 就因为他起了这个名字 那么晋国从此以后呢 就没有司徒这个官职了 因为国君呢 叫这个名字 为了避国君的会 所以呢 就把这个司徒这个官职 那给废掉了 这也为这个后代的国君呢 取名字啊 提供了一个范本 也就是说 这个国君取名字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以国家的某一个官职 做名字 因为你一取这个名字的话 就等于把这个国家的这个官职 就给废除了 官职是有的 但是要改其他的名字 这是非常麻烦的事 晋西侯14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827年 周宣王出力 周宣王呢 就是太子静 他呢 做了这个周天子 18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823年 晋西侯死了 他的儿子晋献侯 名字叫吉 做了晋国的国君 晋献侯11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812年 他死了之后呢 他的儿子晋木侯 名字叫废王 做了晋国的国君 墓侯四年 娶其女将是为夫人 七年 罚条 生太子仇 十年 罚千母 有公 生少子 名曰成师 晋人师父曰 意在 君知命子也 太子曰愁 愁者愁也 少子曰 成师 成师大号 成知者也 明自命也 物自定也 今敌树名 反逆 此后 晋齐能 无乱呼 墓侯四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808年 这一年呢 当时晋国的国君 晋墓侯 娶了齐国的一个女儿 姜氏 作为自己的夫人 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805年 晋国呢 跟条打了一场战争 这里的条呢 是当时活跃在这个晋国周围的一个荣人的部落 那么晋国呢 跟这个荣人的部落发生了冲突 叫伐条 生太子朝 也就是伐条的这一年 生下了太子朝 据说呢 这个晋国跟条荣啊 在打仗的时候呢 他打败了 为了记住这次战争失利的这个耻辱 因此呢 这个晋墓侯就给自己的儿子取了这个仇 这样一个名字 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802年 晋国呢 跟周围的另外一个荣人叫千母 这个千母呢 是一个地名 它的地点呢 大致是相当于今天山西省的安泽县的北边 啊 这个千母呢 也是这个一个荣人的国家 所以呢 这个晋国啊 跟这个千母之国呢 打了一场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的名字呢 叫千母之义 当然呢 根据同样的这个道理 啊 前边呢 跟条这个国家打的那场战争呢 叫条之义 而条之义呢 他失利了 因此呢 啊 把自己的这个儿子取名叫仇 而这个千母之义呢 晋国是打赢了 因此为了纪念这次打赢的功劳 叫有功 而这一年呢 也非常巧啊 正好晋木侯跟他的老婆呢 又生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小儿子啊 叫成师 所谓的成师呢 就是指这次打仗是成功了 所以呢 给这个小儿子呢 取了一个名字叫成师 晋人师福曰 这里的师福呢 是晋国的一个大夫 师呢 一般来讲是指这个岳师 福呢 是他的名字 那么师福啊 就跟当时的晋国的国君 晋木侯就讲了 说意在君之命子也 说这件事呢 做的有点怪呀 君之命子这里的命呢 是相当于命名 说您给您的儿子取名字 太子呢 叫仇 仇者仇也 前边那个仇呢 是名字 后边那个繁体的仇呢 就是报仇的仇 后来我们这个汉字简体化的时候呢 把前边的那个仇跟后边的那个仇呢 合成一个了 其实在古代呢 这是两个字 说仇者仇也 后边那个仇是报仇的意思 是有仇 报仇的意思 少子曰成师 你小儿子呢 命名叫成师 而这个成师呢 是大号 所谓的大号呢 是指大的名号 成之者也 是因为您 在打千母之义的时候呢 您打赢了 叫成之者也 明自命也 这个名字是自己命名的 物自定也 而这个事物呢 它是自己有自己规律的 有自己规定的 今嫡树名 反逆 现在这个嫡子跟树子 这样的名字呢 是相反悖逆 当然呢 这句话也并不是完全正确啊 因为这个成师也好 还有这个公子球也好 他们两个呢 都是嫡子 只不过是一个是老大 那么一个是老二 并不是嫡树的关系 他俩都是嫡子 是有大小之分的 他俩的这个名字呢 现在是反逆 是相反悖逆了 此后尽其能无乱乎 那么从此以后 晋国怎么可能没有乱子呢 这里的其能是怎么可能 无乱是没有乱子呢 27年 穆侯族 帝商书自立 太子仇出奔 商书三年 周宣王崩 四年 穆侯太子仇 率其徒 习商书而立 视为文侯 27年呢 是公元前的785年 这一年呢 晋穆侯死了 他的弟弟商书自立 自立呢 就是自己 做了这个晋国的国君 太子仇就出奔了 商书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782年 这一年呢 周宣王嫁疯了 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781年 穆侯的太子 也就是那个公子仇 率领他手下的徒众 袭击了商书 而自立 也就是做了这个晋国的国君 视为文侯 文侯十年 周幽王无道 犬戎杀幽王 周东喜 而秦湘公 始列为诸侯 文侯十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771年 周幽王呢 因为是不讲道义 犬戎呢 攻破了浩京 杀死了周幽王 那么西周呢 就从此灭亡了 东周呢 就开始往东迁 这里的喜呢 就开始往东迁 而秦湘公 始列为诸侯 而这一年呢 秦湘公因为帮助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 东迁的时候呢 有功劳 因此呢 周平王就封这个秦湘公 啊 正式的列为诸侯国了 35年 文侯仇 祖 子昭侯伯利 35年呢 是公元前的746年 这一年呢 晋文侯 也就是原来的那个公子仇 他死了 他的儿子 晋昭侯 名字叫伯 做了晋国的国君 昭侯元年 封文侯帝 成师于屈卧 屈卧义 大于义 义 晋军都义也 成师封屈卧 昊为桓书 晋侯数孙 鸾斌 相桓书 桓书逝时 年58矣 浩德 晋国之众 皆赴焉 君子曰 晋之乱 其在屈卧矣 莫大于本 而得民心 不乱何代 昭侯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 745年 这一年 封文侯帝 成师 也就是 晋昭侯 封这个晋文侯 他的弟弟 也就是自己的叔叔 公子成师 把他封在 屈卧这个地方 屈卧呢 当时是晋国 非常有名的 一个城市 他呢 地点是相当于 今天山西省 文喜县的 那个东北 叫屈卧 当时呢 又叫新城 又叫夏国 有这个 很多名字的 就把这个城市呢 封在了 屈卧这个地方 而屈卧这个城市呢 他的面积和这个都城 在这个规格上 都是比晋国的 正式的那个都城 叫义 要大的 这里的这个前面 这个义呢 城义的这个义呢 就是城 城就是义 义就是城 而后边那个 飞翔的那个义呢 是名字 也是晋国的 正式的国都 等于当时的晋国呢 有两个大的城市 一个叫屈卧 一个叫义 而屈卧的这个规格 又大于这个义 义进军都义也 而这个义呢 是晋国国军的城市 晋国国军呢 是住在义这个地方呢 城市封屈卧 把公子城市呢 封在屈卧这个地方 他的号呢 叫桓叔 其实呢 这个桓叔应该是 城市的士号 也就是屈卧桓叔 镜侯庶孙 鸾兵向桓叔 而晋侯 这个他的庶孙啊 并不是嫡孙 是庶孙 这个人的名字叫鸾兵 当时是给屈卧桓叔 做福相的 屈卧桓叔 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 已经有58岁了 浩德 而且呢 他本身是崇尚德行 晋国的老百姓 接赋烟 这句话呢 是有争议的 当时呢 这个据后来的考证奖啊 屈卧这一支 也就是庞支 一共有三代人从这个驱卧桓叔到驱卧庄博到这个驱卧武功 一共三代人的六次曾经进攻那个晋国的组织 也就是都城在将或者是义的那个地方的晋国的组织曾经打了六次 几乎每一次打完之后呢 都遭到了这个晋国国人的强烈的抵抗 所以这里边说这个晋国之众皆赋烟 这句话是没有这个根据的 君子曰 晋之乱其在驱卧以 那么君子呢 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评价 说晋国的祸乱 大概就会发生在驱卧这个地方了 莫大于本 所谓的莫就是驱卧 而这个本就是晋国的那个首都义 也就是莫大于本而得民心 又得到了老百姓的归负 不乱何奈 那么晋国不发生祸乱 你还等待什么呢 这段话呢 这个太史公不知道是从哪里拿到的资料啊 他认为这个晋国的老百姓一直是向着是归负这个驱卧这一支的 但实际的情况呢 并不是如此 晋国的老百姓呢 还是以组织就是那个首都在义或者是将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晋国的组织为主的啊 驱卧这一支呢 每次在攻打组织的时候呢 都会遭到这个晋国老百姓的敌制 因为根据这个传世文献的记载呢 从这个驱卧还书开始 这个驱卧还书也就是公子成师 他呢就开始啊 叫攻打这个义这个地方 但是晋国的老百姓呢 是不跟他一伙的 后来呢他的儿子啊也就是驱卧庄博啊把这个晋孝公呢给杀了也就是驱卧庄博呢又攻打义这个地方啊攻下来之后呢把晋国的国君晋孝公给宰了 但是呢这个时候晋国人呢就开始攻打庄博说你怎么把我们这个组织的国君给宰了呢那庄博没办法他在这个义这个地方呢待不下去就只能又回到了驱卧这个地方啊因此呢这个晋国人又立了这个晋孝公的儿子啊也就是后来的晋恶侯 后来呢这个庄博又开始带领这个驱卧的人呢来攻打这个晋恶侯 但是呢这个晋国的这个老百姓还是不归附驱卧庄博等到晋恶侯死了之后呢 庄博第三次又开始讨伐这个晋国也就是首都在义的那个晋国的组织 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晋国的这个老百姓还仍然呢是支持啊这个首都在义的这个地方的晋国的组织啊因此呢又立了这个恶侯的儿子啊做这个晋国的国君也就是晋哀侯 也就是说这个驱卧庄博三次啊举事三次想打这个义这个地方想把这个义打下来 但是呢国人都不归附他那么从这点上来看呢啊并不说明这个晋国人呢晋国之众皆赴焉 这句话是不对的后来呢等这个驱卧庄博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呢是驱卧武功上台之后呢继续扛起他爹跟他爷爷的大旗攻打晋国组织的这一只 终于呢这个晋武功通过了多次的这个啊这个打路杀伐之后才把这个义这个地方打下来 所以呢这个晋国啊他的国君呢由这个旁之变为主之是经历过这个多场战斗的 并不是晋国的老百姓归附他的结果 七年晋大臣攀辅士其军昭侯而迎驱卧还书 还书欲入晋晋人发兵攻还书还书败还归驱卧 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视为孝侯诸攀辅 七年呢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三十九年 晋国的大臣名字叫攀辅把当时呢晋国的国君 晋昭侯给宰了而迎接驱卧还书也就是公子成师 做这个晋国的国君但是呢驱卧还书欲入晋啊 也就是想进入这个晋国的首都义 那么晋国首都啊也就是义这个地方的人呢 就开始发动袭击发兵呢攻击这个还书 也就是晋国国都的人呢他是不承认还书这一支的 那么还书就败了还归驱卧又回到了驱卧这个地方 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 后来呢这个驱卧还书走了以后 晋国的国君呢又被宰了 那怎么办呢这个晋国国都义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呢 就一起立了这个昭侯的儿子 也就是平这个平呢是名字最让他呢做这个晋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的晋孝侯啊 因为这个潘府呢他本人呢是这个晋啊 昭侯手下的大臣但是这个人吃里扒外 所以呢这个等到晋孝侯立起来之后呢 就把潘府这个人给宰了 晋侯八年驱卧还书族子善代还书 视为驱卧庄博 晋侯十五年驱卧庄博 视其君尽孝侯于义 晋人公驱卧庄博 庄博妇入驱卧 晋人复立孝侯子系为君 视为恶侯 晋侯八年呢也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三十二年 驱卧还书呢死了 他的儿子呢名字叫善啊 代替他呢做了驱卧 这个小封国的国君 也就是驱卧庄博 孝侯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二十五年 驱卧庄博呢 视其君把这个晋国的国君 晋孝侯呢给宰了 在哪个地方杀的呢 就是在这个晋国的国都 义这个地方杀掉的 那么晋国人这个时候还是归附这个晋孝侯的 晋国国人一看 说你把我们晋国的国君给宰了 于是呢这个晋国国人就开始攻击驱卧庄博 那么驱卧庄博呢 在义这个地方还是待不下去 就只能又开始回到了驱卧 晋国人看他走了之后呢 又开始立晋孝侯的儿子 名字叫系这个人呢做晋国的国君 也就是后来的晋恶侯 等于这个晋国早期的历史呢 其实是两个这个国都啊 两个城市的主之跟庞之在互相PK 主之的那一支呢 是公子仇的后代 也就是首都一直在义的那个地方呢 这个这一支也就是晋国的主之 而这个庞之呢 就是公子成师的后代啊 他呢主要是在驱卧这个地方啊 驱卧虽然他是庞之 但是驱卧的城市呢 是比翼是大的 那么这两支呢 也就是公子仇跟公子成师的 这两个人的后代啊 一直的在不断的PK 在争夺晋国国君的这个位置 后来呢 经过这个多次的打入杀伐之后 庞之的这一支 终于把主之的这一支呢 给拿下了 也就是公子成师的后代 终于把公子仇的后代给拿下了 而入主成为这个晋国的这个国君 等于是晋国的国君呢 一直是公子成师的这个后代 厄侯二年 卢尹公出力 晋厄侯二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722年 这一年呢 鲁国的国君 卢尹公当了这个国君了 厄侯六年族 驱卧庄伯 闻晋厄侯族乃兴兵伐晋 周平王使国公将兵伐驱卧庄伯 庄伯走保驱卧 晋人共立厄侯子光 视为哀侯 厄侯六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718年 这一年呢 他死掉了 而这个远在驱卧的 这个国君驱卧庄伯听说 晋厄侯死了 于是呢 认为这是一个讨伐啊 晋国组织的一个好机会啊 就新兵开始讨伐晋国 而此时呢 这个周天子周平王 他还是支持主织的这一支的 他反对驱卧的那一支 他看到主织的这一支呢 被驱卧的这一支不断的新兵讨伐啊 所以他就担心主织的这一支啊 可能是经受不了驱卧这个庞植的讨伐 他就派手下的一个亲士叫国公 这个人的名字呢 叫祭福啊 派国公祭福率领周王使的军队呢 就开始讨伐驱卧庄伯 驱卧庄伯呢 受到两方面的夹击 没办法 他就只能又开始回到驱卧 来保驱卧这个城市 那么晋国人看他走了之后呢 啊 晋国国都的人 也就是晋国的国都裔 或者是将那个地方的国人呢 又开始共同立了晋恶侯的儿子 名字叫光啊 让他呢 做晋国的国君 这个人呢 就是后来的晋哀侯 哀侯二年驱卧庄伯族 子称戴庄伯利 视为驱卧武功 哀侯六年 鲁士齐君隐功 哀侯八年 晋亲刑廷 刑廷与驱卧武功矛 九年 伐晋于坟旁 鲁哀侯 晋人乃立哀侯子 小子为君 视为小子侯 晋侯二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一十六年 这一年呢 驱卧庄伯也死了 他的儿子呢 名字叫称 代替他呢 做了驱卧这个小国的国君 也就是驱卧武功 哀侯六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一十二年 鲁国呢 也发生了一场弑军的事件 也就是鲁桓公啊 派人呢 把当时鲁国的国君 鲁隐公呢 给宰掉了 哀侯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一十年 晋国组织的这一支呢 终于发起了反击 侵略这个刑廷 刑廷这个地方呢 是在当时啊 山西县驱卧的那个东北 跟驱卧距离是很近的 应该是属于驱卧管辖的这样一个地方 晋国的组织来讨伐刑廷之后呢 这个驱卧这个地方的疯人 跟驱卧武功就商量了 说怎么对付这个晋国的这个讨伐 九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七百零九年 伐晋于坟旁啊 驱卧这一支呢 又开始讨伐晋国在焚水的旁边 这次讨伐呢 这个驱卧武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把当时晋国的国君 晋哀侯呢给抓到了 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为君 晋国人一看 说你把我们国君晋哀侯给抓走了 那等于我们晋国人又没有国君了 所以说啊 这个晋国国都将这个地方呢 这个国人呢 又开始共同立了晋哀侯的儿子 小子为君 这里的小子呢 并不是名字啊 当时为什么叫小子呢 是因为他在这个扶桑期间啊 他的这个老爸 也就是晋哀侯呢 刚死 所以说这个小子呢 就不能称自己的名字啊 就只能叫小子 立他呢 做这个晋国的国君 也就是小子侯 也就是到此为止 晋国的主之 跟这个庞之互相PK的结果呢 也就告一段落了 这场PK的结果呢 以晋国旁之的这一支 胜利而告终 小子元年 驱卧武功使韩万 杀索鲁尽哀侯 驱卧一强 晋无辱之和 小子元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709年 这一年呢 驱卧武功 派他手下的一个大将叫韩万 这个韩万呢 也是驱卧桓叔的儿子 是驱卧庄伯的弟弟 应该是驱卧武功的叔叔 等于这个驱卧武功呢 派他的叔叔韩万 把所抓到的那个晋哀侯给宰了 驱卧一强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驱卧这只庞之就越来越强大 而作为主之的那个晋国的那一只呢 就无辱之和 也就是拿这只越来越强大的庞之 就没办法了 晋小子之四年 驱卧武功又招晋小子杀之 周桓王使国众罚驱卧武功 武功入于驱卧 乃立晋哀侯帝 民为晋侯 晋小子之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706年 驱卧武功又招晋小子 这个又招呢 是采用一种诱惑的办法 把晋小子侯呢 给招过来 或者是招出来 然后给宰掉了 那究竟采用的是哪种诱惑的办法 我们这里就不知道了 周桓王使国众罚驱卧武功 周桓王呢 是周平王的儿子 这个时候周平王已经驾崩了 周天子呢 是由周平王的儿子周桓王来继承 周桓王呢 派他手下的一个亲事叫国众 这里的国众呢 并不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国众继府 应该是他的后代 周桓王呢 派他手下的这个亲国众来讨伐驱卧武功 那么驱卧武功呢 就入于驱卧 又回到了驱卧来自首 周桓王呢 一看驱卧武功回去了 于是呢 就立了晋哀侯的弟弟 名字叫敏 作为这个晋国的国君 晋侯敏四年 宋直正债众而立突为正军 晋侯十九年 其人管制府 誓其军相攻 晋侯四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703年 宋国抓到了正国的这个债众 债众呢 是正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权臣 他呢 到这个宋国去出差 结果呢被宋国给扣住了 宋国把他扣住的目的呢 是想干预正国的这个内政 想立这个公子突做正军 因为这个公子突呢 他的母亲呢 是宋国的女人 所以宋国呢 想通过立公子突 做这个正国的国君 来控制正国的这个内政 晋侯十九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88年 齐国人名字叫管制府 把当时齐国的国君 齐湘公给宰掉了 晋侯二十八年 齐桓公始罢 驱卧武功罚晋侯敏 灭之 晋以齐宝契 路陷于周西王 西王命驱卧武功为晋军 列为诸侯 于是晋并晋地而有之 晋侯二十八年呢 是公元前的六百七十九年 齐桓公呢 开始称霸了 驱卧武功讨伐晋侯敏 灭之 把这个晋侯敏呢 给灭掉了 等于这个主之呢 正式的被庞之呢 给消灭了 那么庞之 入主了晋国的国都义之后呢 开始把他的宝器 晋以齐宝 这里的晋呢 是全部 等于把这个全部的宝器呢 都献给了这个周西王 作为贿赂 而这个周西王呢 是周桓王的儿子 周桓王呢 此时已经驾崩了 而这个周西王呢 跟他的两个前辈 也就是周平王和周桓王 对待这个驱卧这一支的态度 就完全不同了 周西王呢 还是倾向于驱卧这一支 而且呢 他接受了驱卧给他的所有的宝器 因此这个周西王就命令驱卧武功为晋军啊 让这个驱卧武功正式的入主首都将或者是义来作为这个晋国的国君 而且是列为诸侯 于是晋并晋地而有之 那么这个驱卧武功做了这个晋国的国君之后 把晋国的其他的土地全部都兼并过来 而且拥有了整个晋国 驱卧武功以即位37年以 它的意思呢是讲驱卧武功在没有当上这个晋国的国君之前 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做了37年的驱卧国的国君了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变成了晋国的国君 因此呢 就把自己的这个号给改了 庚号就是改号 改成了晋武功 由驱卧武功改成了晋武功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晋武功使都晋国 晋武功这个时候呢 开始以晋国的这个首都将或者是义 作为自己的国都 前即位驱卧 也就是算上以前他在驱卧即位的那37年 通年38年 那么再算上本年啊 总年数已经达到了38年 武功称者先进木侯曾孙也 驱卧还书孙也 还书者始风驱卧 武功装卧子也 自还书初风驱卧 以至武功灭尽也 凡67岁 而足代晋为诸侯 武功代晋二岁 足与驱卧通年 即位凡39年而足 子献功鬼诸立 武功称也就是驱卧武功 他的名字叫称 是先进木侯曾孙也 就是以前那个进木侯的曾孙 是驱卧还书的孙子 也就是公子成师的孙子 那么还书者始风驱卧 而这个公子成师呢 是开始被他的侄子封在了驱卧这个地方 武功是庄博的儿子 也就是驱卧武功是驱卧庄博的儿子 而这个驱卧庄博呢 又是驱卧还书的儿子 自还书也就是从这个公子成师 开始封驱卧这个年代算起 一直到这个晋武功 也就是驱卧武功 灭掉这个晋国组织 为止一共用了67年的时间 而足代晋为晋侯 最终呢 终于代替了晋国 成为了这个猎侯 成为了诸侯 武功殆尽两岁 那么这个晋武功 当上了晋国的国君 两年以后他就死了 与驱卧通年 再加上他在驱卧做国君的这个年份 一共是即位39年之后死的 他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晋献公 名字叫鬼猪 做了晋国的国君 献公元年 周慧王帝颓 公慧王 慧王出奔 居正知利益 现公元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676年 这一年呢 周王使也发生了一场动乱 周慧王的弟弟 王子颓 攻击周慧王 那么周慧王出奔 也就在这个当时的洛阳待不下去了 因此呢 就居住在郑国的利益 这个利益呢 我们以前曾经提过这个地方 它是郑国的一个大城市的名字 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宇县 五年 罚利荣 得利基 利基地 据爱性之 五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672年 这一年呢 晋国开始讨伐他周围的那些荣人 其中呢 有一只荣人 叫利荣 讨伐利荣的时候呢 得到了利荣的两个女儿 一个是利基 还有利基的妹妹 这里的地呢 是指妹妹 据说呢 这次讨伐利荣 是由这个公太子身生领队 来这个讨伐的 其实按照这个 当时晋国的通行的做法 也就是你讨伐周围的这些荣人 如果抓到了这些荣人的 那些非常漂亮的女人 那么你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妻子 但是呢 这次公太子身生 把这个利基和他的妹妹 给抓回来之后呢 因为这个利基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所以说呢 这个晋献公啊 就夺了公太子身生的所爱 让利基和他的妹妹 做了自己的这个妾 具爱性之 而且呢 非常喜欢这两个女人 八年 世伪 遂公曰 故晋之群公子多 不诛乱且起 乃使晋杀诸公子 而成俱都之 命曰将 使都将 九年晋群公子 即王 奔国 国以其故 再伐晋 福克 十年 晋御伐国 世伪曰 且待其乱 八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 六百六十九年 世伪 当时呢 是晋献公 手下的一个大臣 他呢 就说服 晋献公就说了 说故 这里的故呢 相当于是旧 说 晋至群公子多 说以前那些晋国留下来的群公子太多了 如果不把这些人全部都诛杀掉的话 乱且起 这里的且是将要 那么祸乱就要从这些人身上爆发出来 于是呢 这个晋献公就让这个市委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计谋 晋杀群公子 把这些群公子呢 全部都宰掉了 剩下的那些没被杀掉的群公子 也都是跑的跑 王的王 而成巨都支 这里的巨呢 是城的名字 住巨这个地方的城 而且把巨这个地方呢 作为这个晋国的首都 而且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将 使都将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晋国就以将这个地方做这个首都 九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六十八年 晋群公子 及王奔国 晋国的那些没有被晋献公杀掉的群公子 全部都逃到了南边那个国国 国以其故 再罚晋 而这个时候呢 国国呢 就是因为晋国杀群公子这样的一个事件 两次讨伐晋国 这里的再呢 是两次 福克也就是呢 这个国国的力量太弱了 他讨伐晋国呢 并没有打下这个晋国 并没有这个打赢 十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六百六十七年 晋御伐国 晋国呢 这个时候反过劲来 想要讨伐这个南边的国国 市委说了 且待其乱 市委说您别着急 等待这个国国内部会出现乱子的 等他出现了乱子之后 我们再讨伐他 十二年 立即生西齐 县公有意 废太子 乃曰 屈卧 五先祖宗庙所在 而蒲边秦 屈边敌 不使诸子居之 我聚焉 于是使太子身生 屈屈卧 公子崇尔屈卧 公子以武屈屈 县公与立即子 西齐屈将 晋国以此之 太子不立也 太子身生其母 其欢公女也 约其将早死 身生同母女帝 为其木工夫人 从而母 嫡致胡氏女也 以武母 从而母女帝也 县公子八人 而太子身生 从而以武皆有咸行 吉得立即 乃原子三子 十二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六百六十五年 这一年呢 立即和晋献公呢 一起生了一个孩子 叫西齐 晋献公这个时候呢 已经有废太子的意思了 于是呢 他就说了 说屈卧 是我先祖 宗庙所在 因为这个晋献公的祖先呢 也就是屈卧装书 还有这个屈卧的这个环书 像这些人呢 都是从屈卧这个地方起来的 所以晋献公的先祖的那些庙呢 全部都是在屈卧这个地方 而蒲边秦 屈边迪 这里的蒲跟屈呢 都是两个城市 蒲呢 是今天山西省 喜县的西北 屈呢 相当于是今天山西省极县的北边 等于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处于晋国的边缘地带 晋献公呢 为了废掉这个公太子身生 不让他做这个下一届的晋国的国君 于是呢 就制造了这样一个理由 他说屈卧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祖先宗庙所在的地方 而蒲这个城市呢 和秦国是挨在一起的 叫边秦 屈边迪 屈这个地方呢 他是和北边的那些敌人 是挨在一起的 晋献公的意思呢 是说这几个地方 也就是屈卧 蒲还有屈 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城市 一定要让这个重要的人物去把守 所以他说 不使诸子居之 我聚焉 如果不让我的这些儿子 来看守这些地方的话 那我是非常恐惧的 于是呢 就让太子身生居这个屈卧 让公子从儿居仆 让公子以武居屈 县公呢 跟立即的儿子西齐 居住在晋国的首都将 那么晋国的国人呢 就通过晋献公的这个举动 知道公太子身生 不可能做下一届的晋国的国君了 而这个太子身生呢 他的母亲是齐桓公的女儿 这里边呢 这个太子公可能是把人物的这个身份给搞错了 晋献公的这个老婆呢 也就是来自齐国的这个女人呢 并不是齐桓公的女儿 那他是怎么做成这个晋献公的老婆的呢 实际上这个齐国的女儿呢 应该是晋献公的母亲 是他的嫡母 后来呢 晋献公的这个父亲 也就是武宫死了之后呢 晋献公呢 是争于齐江 就把这个他这个嫡母呢 给娶过来 让他做自己的这个夫人 然后呢 他就跟他这个嫡母一起生了 秦牧夫人 还有太子身生 这个秦牧夫人呢 就是秦牧公的夫人 也是太子身生的姐姐 而这个时候呢 齐江啊 也就是太子身生的母亲呢 是武宫的妾 也就是晋献公的父亲 晋武宫的妾 那么武宫末年的时候呢 这个齐桓公刚开始立起来 因此呢 从这个事件上来推断 这个齐江不可能是齐桓公的女儿 晋献公的这个夫人呢 叫齐江 但是呢 他死的比较早 身生的同母女弟 这里的女弟呢 也是错误的 应该是姐姐 也就是呢 这个公太子身生啊 和他的姐姐啊 这个姐姐呢 后来做了秦牧公的夫人 啊 这姐弟俩呢 应该是同父同母所生的 崇尔的母亲呢 和他们就不一样了 崇尔的母亲呢 是敌之胡氏女也 崇尔的母亲呢 是敌人的一只 这一只呢 是以胡作为自己侍的 啊 这一只胡氏的女儿 宜武母 是崇尔的母女弟也 太子宫认为呢 这个宜武的母亲 和这个崇尔的母亲呢 应该是姐俩 但是呢 经过历史学家考证 这个秦武的母亲 和崇尔的母亲呢 并不是姐妹 宪公子八人 也就是太史公认为呢 晋宪公有八个儿子 但实际上呢 晋宪公是有九个儿子的 而太子身生 崇尔跟秦武 这三个儿子呢 皆有贤行 有贤行呢 就是有贤德 吉德利基 乃原子三子 那么等到晋宪公 得到了利基 作为自己的妾以后呢 和自己这三个儿子的关系 就越来越疏远了 其实不说 大家也都知道 肯定是由于利基 在他的耳边 进了各种各样的谗言 让晋宪公疏远了 自己的三个儿子 十六年 晋宪公做二军 公将上军 太子身生将下军 赵素豫荣 必万为佑 伐灭祸 灭魏 灭耿 还为太子成 屈卧 次赵素耿 次必万魏 以为大夫 是委约 太子不得利以 分之都成 而魏已清 先为之吉 又安得利 不如逃之 无始罪至 为吴太伯 不亦可忽 有有另名 太子不从 补衍曰 必万之后 必大 万 迎树也 为大明也 以事时赏 天开之矣 天子曰 赵民 诸侯曰 万民 今 命之大 以从迎树 其必有众 出 必万 补士于晋国 欲尊之笔 心料 瞻之曰 即 尊故 笔入 极熟大焉 其后 必繁昌 十六年 就是公元前的 六百六十一年 这一年 晋宪公 对晋国的军队 做了改组 原来晋国 只有一军 现在晋宪公 做二军 等于是增加了一军 也就是上军 跟下军 公将上军 晋宪公 亲自 做上军将 而太子 申生 将下军 做下军将 赵素 豫荣 这个豫荣 是指给 晋宪公 驾车的 这个豫者 名字叫赵素 也就是后来 赵魏涵的 那个赵氏的始祖 必万为佑 这里的必万 是一个人名 他是坐 这个车佑的 当时古代的战车上 一般是有三个人 中间的 这个一般是主将 左边的是豫荣 右边的是车佑 这个车佑 负责保卫 这个车的安全 而豫荣呢 是负责驾车的 主帅呢 是站在车的中间 罚灭祸 讨伐灭了祸这个国家 祸的始风军呢 就是祸书处 它的地点呢 就是今天山东省的祸县 灭魏 把这个魏国呢 也给灭掉了 灭梗 把梗呢 也给灭掉了 这个魏跟梗呢 也都是古国的名字 魏国的国都呢 是在今天山西省瑞城县的北边 梗国的国都呢 是在今天山西省合金县的南边 还为太子城驱卧 等于这一仗打完了之后呢 为太子铸成驱卧 也就是把驱卧这个城市 重新的进行这个加固 然后呢 让这个太子来守驱卧这个地方 赐赵素梗 把梗这个地方给打下来之后呢 就赐给了豫荣赵素 赐臂万魏 把魏这个地方打下来之后呢 就赐给了车佑臂万 所以呢 这个臂万也是赵魏涵 那个魏国的始祖 以为大夫 而且呢 把这个赵素和臂万都提升为 是大夫的级别 市委约 那么市委呢 我们以前提到过 是晋宪公手下的那个大臣 他呢 就说了 说太子不得立以 这里的德呢 是能够 说从这个迹象上来看 公太子身生 估计是不可能 做晋国的国君了 分支都城 把这个都城驱卧分给他 而位已轻 而且呢 让他坐轻的这个位置 先为之极 这里的极呢 就是极限 先给他定了这个极限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说本来公太子身生呢 是储君 应该是下一届国君的这个候选人 他呢 其实在朝中是不应该做臣的 啊 但是呢 现在进宪公 让他在驱卧这个地方来守城 而且给他轻位 也就等于是 先让他做了人臣当中的那个最高的那个级别 那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啊 告诉这个公太子身生 你不可能再继承下一阵国君的这个位置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又安得利 那么公太子身生处在这样一个地位 他怎么可能啊 做下一阵的国君呢 不如逃之 无始 最至啊 不如说你赶紧现在逃吧 因为这个老国君已经明显了表露出这个意图 不让你做下一届的国君了 而你的身份呢 本来又是太子 本来就是应该成为国君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你还不如赶紧逃 无始最至 就不要让这个罪过啊 来到了你的身上 唯吴太伯 不亦可忽 那么你做一下当年周朝的那个吴太伯 不是挺好吗 也就是说你仿效一下吴太伯让位的事 你看看起来之后 大家脸上都有光 有有令明 这个令明呢 就是好明 而且你也会给大家 给后代留下一个善名或者是美名 这里的吴太伯让位的事呢 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啊 所以这里就不再讲了 所以这里的侍委呢 就劝这个公太子身生 说既然你这个下一代的储君已经不是你了 你就赶紧跑就算了 太子不从 但是呢 这个公太子身生啊 他就没有听从事为的话 补衍曰 这里的补呢 是职位 衍呢 是他的名字 啊 这个补衍呢 就说了 说必万之后必大 必万也就是给这个进县工做车诱的这个人 他的后代是一定会做大的 这里的大呢 是指做大 或者是光盛的意思 万是迎数也 因为万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卫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名 因为这个卫呢 啊 它是有高大的意思 而这个迎数呢 就是满数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个不管是从他的树上来看 还是从他的名上来看啊 必万的这一支将来都会做大的 以示时赏天开之以 那么把卫国作为这个封地赏给必万 就是上天给必万开启了仙河 天子曰赵民 这里的赵呢 是众多的意思 啊 天子所拥有的是众多的老百姓 因为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赌之兵 莫非王臣 整个天下的老百姓呢 都是属于周天子的 所以说天子曰赵民 诸侯曰万民 那么诸侯所拥有的呢 是万民 当然呢 这个万民呢 跟赵民比起来 数目上还是降低一个级别的 今命之大 这里的命呢 是明啊 通那个明字的明 现在呢 叫明之大 它的明是很大的 因为它叫魏嘛 魏呢 本身就有很这个高大 巍峨的这个意思 以从营数 而且呢 用这个满数 又这个相随相从 其必有众 那么它的后代 是一定会得到这个众人拥护的 等于这三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你把一个 至大无比的一个名义 赏给这个弊万 那么弊万将来 就会得到众多老百姓的拥护 出弊万捕事于晋国 捕呢 本来的意思是用烧乌龟壳的形式 来预测鸡凶 但是这里边呢 并不是用这个烧乌龟壳 应该是用这个市草 来预测这个自己 在晋国做官的前途 是鸡还是凶 结果呢 遇上了尊之笔 也就是呢 这个用市草来算的时候呢 它首先的那个原卦呢 是这个尊卦 后来呢 因为有一根谣变了 所以又变成了笔卦 等于呢 这个尊卦呢 是本卦 而这个笔卦呢 是支卦 叫尊之笔 尊卦呢 它的上卦是砍卦 下卦呢 是正卦 而这个笔卦呢 它的上卦呢 仍然是砍卦 下卦呢 变成了坤卦 等于这个一根谣变了之后呢 下边的那个正卦 就变成了这个坤卦 所以说呢 这个尊卦也就变成了笔卦 这个在卦象上呢 叫尊之笔 那么新廖 这个人呢 是周朝的一个大夫 他呢 看了这个卦象之后呢 他就说 这个卦象是极的 因为什么呢 尊雇笔卦 尊卦呢 有这个坚固的意象 笔卦呢 它和这个水有关 而水呢 根据上书的意思来讲 叫水约润下 是五星之一 因此这个笔卦呢 它有这个进入的意象 所以叫尊雇笔卦 即熟大焉 那么没有哪一个吉兆 能比这个更大了 其后必凡昌 他的后代一定会繁荣昌盛的 十七年 晋侯使太子申生 罚东山 李克 建宪公约 太子奉总寺 社稷之资成 以朝夕 弑君善者也 故约种子 君行则守 有守则从 从约辅君 守约监国 古之治也 扶率师 专行谋也 弑君旅 君与国政之所图也 非太子之事也 师在致命而已 禀命则不危 专命则不孝 故君之四敌 不可以率师 君实其官 率师不危 将安用之 十七年 就是公元前的六百六十年 晋献公 派太子申生 讨伐东山 这个东山呢 应该是东山高洛市 是赤敌的一支 让太子申生呢 来讨伐这支赤敌 这个东山呢 它的地点是在今天 山西省元曲县的东南 那个地方有个高洛镇 大致呢 应该是这个地方了 是赤敌 在这个地方生活的 而李克呢 就给晋献公提了建议了 这个李克呢 是当时晋献公 手下的一个大夫 他就说 太子呢 奉种寺 设计之资成 这里的奉呢 是主持 而这个种寺呢 是指宗庙的祭祀 一般呢 都是由国君 或者是准国君 来这个主持的 设计呢 就是指国家 这个具体来讲 赤呢 是古代天子 或者诸侯 所祭祀的 那个土神叫赤 所祭祀的 那个古神叫祭 那么合起来呢 实际上 就是指土神跟古神 也就是指国家 资成 这个资呢 是指 那个祭祀用的 那个米 而成呢 是装米用的 那个容器 资成呢 合在一起 就是祭祀的时候 所使用的 那个祭祀的 共物 叫这个资成 他这句话呢 意思是说呢 这个太子 本来是主持 这个国家 还有这个土地神 跟古神 祭祀的 那个主要的 主持人的 以朝夕 示君善 善者也 而且太子 除了这个任务 以外呢 在这个早晨或晚上 来这个 侍奉君主 用善的 所以呢 这是他主要的 这个职责 顾约 种子 所以他才叫 这个种子 君行 则守 你国君呢 出行的时候 他替你守国家 有守则从 那么你国君 不出行 你守在国家的时候呢 他会跟着你 从约辅君 那么跟从你的时候呢 他叫辅君 这里的辅君呢 就是指 帮助你国君 来巡抚军事 守约监国 那么你出行之后呢 他替你守国家 这个叫监国 所谓的监国呢 就是替你监视 这个国家正常的运转 古之至也 这才是古代的制度 服率师 但是相反 你不让他 做前边的那些事 而让他亲自 率领这个下军 率领军队 专行谋也 这里的专行谋呢 就是指 专管谋略 因为你率领一支军队 在出去打仗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决策 都是由你来这个决断的 士军旅 均与国政之所涂也 这个士军旅呢 它的意思是指 号令军队 士呢 是指号令 叫号令军队 国军和国政之所涂也 这里的国政呢 就是指啊 给你工作的那些手下的大臣 或者是清大夫 啊 这些事呢 也就是号令军队 这些事呢 是你国军 给你手下的那些清大夫 所应该做的事 这里的图呢 是应该图谋的事 非太子之事也 也就是率领军队出去打仗 啊 专行矛盾 啊 制定策略 这不是太子应该干的 失在致命而已 也就是掌握率领军队 在于掌控啊 掌管发号施令 叫致命 秉命则不威 这里的秉命呢 是指遇到每一件事情 都向国军请示 叫秉命 那么就显示不出太子的威严 专命则不孝 说如果不向国军请示 太子呢 当场就可以拍板做决定的话 那么又是钻命了 钻命呢 又不孝 因为这个国军呢 毕竟还活着呢 你什么事都是擅自发令 钻致命之权 这对他的爸爸 也就是您来讲啊 是这个非常不孝的 叫钻命则不孝 故军之四敌 不可以率尸 因此基于以上的情况 那么国军的太子 这里的四敌呢 就是指将要继位的 这个太子 他是不能够率领军队的 因为率领军队之后 你会把他置于非常尴尬的 这样一个境地 军实其官 率师不威 也就是国军违背了 任命受官的原则 叫军实其官 这里的官呢 是官职的意思 率师不威 那么让太子来率领军队呢 他也就没有威严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既不能这个专命 也不能这个禀命 所以呢 他在军队当中 掌控命令 就没法做了 那没法做的话 在这个军队当中呢 他也就没有这个威严了 将安用之 那么你如果把太子 放到这样一个境地的话 你能让太子怎么办呢 谢谢大家 这样一会儿